第101章 黑级六考 开始 当海马斗罗登上那1001级台阶 来到宏伟的海神殿前时 波赛西已经站在那里等待他了 似乎早已料到了他会来找自己 哦呀 我知道你为何而来 波赛西轻声道 黑级考核如果不能通过 结果只会是死 但以您的全能 应该能够另赦免他 就像赦免那些 曾经接受考验失败的海魂师那样 海马斗罗恳切地望着波赛西 波赛西长叹一声 哦呀 他并没有获得海神九考 我也不必付出自己的生命 既然如此 你觉得想让他死的是谁呢 海马斗罗愣在原地 正正地望着波赛西身后的海神殿 他怎么会不懂波赛西的意思 只是他想不明白 为何海神会容不下一个人类 什么时候开始的 海马斗罗艰难地开口问道 第四考之后 海神大人降下了旨意 从那时开始 他的死亡早已注定波赛西眼中流露出淡淡的哀伤 我无权质疑海神大人的决定 我能做的只有服从他身边有那条黑龙守护着 想要将他抹杀 就只能从考核中着手 名正言顺地向他下杀手 只是我没想到 他会如此轻而易举地通过第五考 波赛西没有告诉海马斗罗的事 他确实问过海神为何一定要将四尘击杀 但从那以后 海神再也没有回应过他 他甚至感觉自己和海神之间的联系被某种力量切断了一样 事实上 海神被修罗废去神力 关押在神界监狱后 他的神域就再也无法传达给他的大祭司了 但他在修罗提出要废除他的神力之前 偷偷向波赛西传达了击杀司成的命令 他相信以波赛西99级极限斗罗的实力 修罗的继承人必死无疑 海马斗罗魂不守舍地离开了海神殿 海龙斗罗站在海神山下 一脸凝重地赢了上去 大供奉拒绝了 我再去求一求大供奉 司成在第五考的时候留了我一命 我怎么能 海龙斗罗说着就要冲上海神山 海马斗罗拦住了他 没有人想要让司成死在这里 大供奉也一样 那你怎么还 海龙斗罗不明白 既然波赛西都表示 自己并不想让司成死在第六考 海马斗罗为何还会录 出那种表情 没有人想让他死海马斗罗 望着山顶的神殿 悠悠地重复了一遍 海龙斗罗愣了一下 马上就明白了海马斗罗的意思 你是说 想让他死的是 他的声音越来越低 他才多大 就连大供奉 在他这个年纪 也没有达到这种实力吧 他要是不来海神岛就好了 海马斗罗唏嘘不已 海龙斗罗也为司成的遭遇感到悲哀 也许恰恰是因为他太强大了 所以海神大人才要收走他的生命 天度英才 莫过于此了 海马斗罗向波赛西求情的是 司成并不知情 他正忙着在海神岛境内 寻找适合考核的地点有地天在 他完全不用担心跑路的问题 但他需要找一个适合蓝仓控水的地点 波赛西因为考核限制 无法调动大海的力量 这一点他要好好利用起来 最后 司成将考核的地点选在海神山脚下 那里是离海神殿最近的地方 得知海神想要他的命以后 以太牙子必报的性格 哪怕是死 他也要让海神付出一些代价 所以他必须尽快开始考核 趁还没有人知道 他获得了深海魔精王的魂环之前 将波赛西打个措手不及 司成很清楚 就算波赛西和七圣柱守护者联手 也无法打赢地天 所以海神想要杀死自己 就只能让波赛西在考核中下手 他可不打算去赌 波赛西会不会对他心软 千道流当初给他治的招根本没用 毕竟对波赛西来说 海神才是第一位的 别说他认识唐晨了 就算他是唐晨的亲孙女 波赛西也未必会放过他 确定好战术和战斗地点后 司成再次来到了海神山脚下 这一次 地天寸步不离地跟在他身边 你准备好了吗 云淡风轻的声音飘渺传来 司成脸色凝重地 朝着海神山的方向看去 红色身影从天而降 和以往一样 没有人知道他是如何出现的 波赛西已经落在了 他们面前和以往相比 此时的他 脸上少了几分笑容 却多了几分严肃 郑重地看着司成 他目光在地天身上停留了一会儿 又重新落到司成身上 真是个聪明的孩子 波赛西在心里感叹 可就算有地天 在一旁看着又能怎样 只要撑不过一炷香的时间 他还是会死 你的机会只有一次 我不会放水 如果通不过我的口 何安安吗 海神大人带给你的惩罚是什么 想必你应该很清楚 问司成点了点头 反正他和海神已经不死不休了 索性直接挑明 前辈 您一定要在这一次考核中杀死我 否则 您侍奉的神明将来一定会被我杀死 波赛西脸色一变 司成只觉得眼前一花 波赛西就已经出现在 距离他只有几公分的位置上 原本严肃的目光突然变得冰冷起来 无与伦比的威压朝着司成涌了过来 地天挡在司成身前 他哪句话说错了 只准海神在背后使绊子 不许别人反抗是吗 你信仰的海神还真是有够卑劣的 波赛西眼中光芒一闪 身上爆发出一股灵力的气息 你敢侮辱海神大人 本作只是把海神做的事说出来了而已 这也算是侮辱 地天毫不退让 如果你想先跟本作打一场 本作可以满足你 你对他不也是别有用心吗 假如他当初能够获得海神九口 或许还有一线生机 可你给他的逆灵 让他错射成神的机会说到底 他今天会陷入这种局面 都是你造成的波赛西淡然道 地天感到很无语 当时思辰的修罗九口都进行到第六口了 让他放弃神王的传承 去选择一个一级神 海神也真敢想在地天眼里 思辰可能是个疯子 但他绝对不是傻子 令波赛西惊讶的是 听了他这番话 思辰并没有什么反应 他原以为思辰会因此和地天反目 继而影响到接下来的考核 心性了得 可惜了波赛西暗自叹息 无关人等到一旁观战 考核马上开始波赛西手腕一番 手里就多出了一根箱 他将箱点燃后 也不将箱插在一边 就用左手捏着 在箱头上吹了吹 思辰 你可要小心了 面对波赛西 思辰不敢有任何保留 释放杀戮领域的同时 第四魂环亮起 猎刃向前一画 一道近百米长的裂痕凭空出现 裂痕越来越大 波赛西发现自己的魂迹 在一瞬间仿佛被思辰的杀戮领域给锁住了 一时竟无法施展任何魂迹 而他的身体 差点被裂痕形成的引力场吸了进去 正当他想要抬手强制和尚那道裂痕时 裂痕中释放出一阵气刃风暴 而那些气刃还附带了各种元素属性 伤害这些攻击 对波赛西来说不过是小打小闹 可当他将裂痕强制抹出之后 他发现思辰已经跨越了环形海 身在数百米之外 而且速度还有继续增加之时 而这一切不过发生在虚余之间 哪怕杀戮领域能够限制波赛西的魂迹 可对方99级极限斗罗的实力摆在那里 他想收拾思辰未必需要使用魂迹 第六考的要求是 在波赛西的攻击下 坚持半个小时硬拼显然是行不通的 思辰没有移上来就使用第五魂迹 是因为他在第五考的时候使用过 波赛西肯定会有所防备 他只能使用从未在海神岛施展过的魂迹 才能达到出其不意的效果 波赛西那天说过 他不会利用大海的力量和领域的力量这样一来 他就不能利用环形海中的海水来制约思辰 面对这样的局面 波赛西不禁一愣 他原本以为思辰会把对战海龙斗罗那招 用在他身上按照他原本的猜测 思辰会用第五魂迹 将他拉进生死竞技场 但他早有准备 凭着他99级极限斗罗的实力 完全可以在黑洞形成之前强制关闭 思辰来到海神岛已经有差不多三年的时间了 波赛西一直在观察他 对于思辰所展现的各种能力 他也基本都摸清楚了 不过他对思辰的了解并不多 因为思辰来到海神岛之后 一直在隐藏实力 他根本不知道思辰还有多少底牌 至少现在 他连思辰的另一个武魂是什么都不知道 波赛西认为 尽管思辰是双生武魂 但是到了他这样的境界 双生武魂未必就能带来什么好处 一旦处理不好 反而是巨大的危机 所以他也并未在意这件事 一抹浅浅的笑容出现在波赛西嘴角处 他并不认为半个小时之内 无法击杀思辰 既然如此 他决定将思辰的底牌全部逼出来 他也很好奇 这个天才少女的上限到底在哪 第102章黑极六口 通过淡淡的蓝光从波赛西身上亮起 身形一闪 他已经飞了起来 他并没有向思辰进行追击 而是垂直向上飞行 眨眼的功夫 就已经来到了数百米的高空 紧接着 波赛西做出了一个合抱的动作 他的身体在空中飞速旋转一周 刹那间 一层蓝色气流已经从他身上席卷而出 围绕着他的身体飞速扩张开来 他肩头一晃 双臂同时震动 顿时 那蓝光的扩散以几何倍数地增强起来 看上去就像是出现在空中的一个巨大漩涡 表面上看 那漩涡的形态有些像龙卷风 但那却绝不是风的力量 因为其中蕴含的完全是水属性的能量波动 波赛西确实说过 他不会借用大海的力量 但海神岛毕竟是海岛 在这里 水属性能量分子要比陆地上充裕得多 正在急速飞行的思辰 猛然感觉到背后传来一股强烈的拉扯力 原本急速前行的身体顿时一致 飞行的速度骤降 仿佛自己身上有一只无形的手 正在向后扯动自己的身体 思辰当机立断 义无反顾地反身飞扑 就借助波赛西身上发出的牵引之力回身飞去 在飞速接近波赛西时 猎刃化为一圈圈蓝色光运从思辰身上迸射而出 产生了一股强烈的排斥力 旋转在他身体周围的蓝色光运 瞬间化为一道道利刃向外抱舍而出利刃迎风暴涨 几乎是转瞬之间就化为了一柄柄 长达三米开外的巨大弯刀 带着恐怖的旋转力切割向波赛西 波赛西脸色微微一变 他敢肯定这是思辰刚获得的第八魂迹 可他意识半会儿也无法辨认出 这个魂环曲子哪种海魂兽 气势倒是挺不错的 不过总归是个万年魂环 翻不起什么风啊 可波赛西无论如何也想不到 当那些蓝色的利刃触碰到他周围的气流时 气流竟然不受他控制 直接溃散一种没来由的危机感 突然出现在波赛西脑海之中 他赶忙将双手汇聚到面庞前核实 一个暗红色的三叉戟烙印 从他额头上浮现出来 一道暗红色的光刃显现在他的双掌之上 然后在爆发而出 迎向了那些蓝色利刃 暗红与湛蓝 两色光芒骤然碰撞在一起 丝沉只觉得身体一清 原本落在身上的吸扯力 刹那间荡然无存 波赛西发出的光刃与蓝色利刃相互抵消 而就在这时 丝沉的第二次攻击已经到了长达百米 风锐无匹的暗金色利刀横空而出 对着波赛西狠狠地拍了下去 在那利刀周围 一道道黑色裂缝般的光芒闪烁着 仅仅是气息 就令周围地产生了一阵破空的声音 利刀所过之处 空气被完全撕裂 裂开的空间里 隐隐有力笑传来 甚至隐约能够看到幽暗之中的点点星光 那恐怖的景象 不仅震撼了海神殿前的七个圣主守护者 就连波赛西也不禁流露出震惊的表情 面对着毁天灭地的翼爪 波赛西选择了硬碰 他毫不犹豫地向着从天而降的暗金孔爪悍然挥拳 将利爪震开 在第二次交锋中 丝沉的右臂剧烈地颤抖了一下 而波赛西的身体却飘然后退 眨眼间已在千米之外 蓝银黄右腿骨开始发挥治愈功能 很快 丝沉的右臂就恢复了正常 他再次抬起右手 准备给波赛西再来一击 海毛斗罗难以置信地望着空中那一幕 海龙 你说得不冤 我自问挡不住那一爪 海龙斗罗白了他一眼 在座的各位谁能挡得住 你也不想想 他当时要是对我用这招 我还能站在这里跟你们说话 海星斗罗叹息道 他居然还主动进攻 多少年了 从来没有人敢向大供奉 发起攻击海龙 你敢吗 海龙斗罗愣了一下 无奈地摇了摇头 不行 面对大供奉 我根本产生不了任何攻击的念头 我想 你们应该也一样 大人在我们心中 早已成为了海神大人以外的第二位神 但是现在的情况是 他不仅击退了大供奉 而且还打算继续追击 海马斗罗目光灼灼地盯着空中的两人 也许奇迹真的会出现了 就在这时 丝尘的右臂爆发出一阵强烈的金光 那金光突然全部朝着右掌处凝聚而去 原本暗金色的利爪顿时变成了灿金色 那锋锐的利刃表面 有一道道水波般的光运流转 金光最终在刃肩上停顿 恐怖的一幕出现了 从他那只暗金孔爪之上 五道长达千米的金色利刃横空直下天空 顿时被撕开了五道巨大的口子 恐怖的暗金孔爪直奔波赛西劈了过去 眼看着那粒爪将至波赛西右手之中 出现了一柄长达三米的长矛之前 应接丝尘那一下 波赛西并非毫发无损 鲜血正顺着他的右手流淌而下 逐渐染红了他手中的长矛 海神殿前 七名圣柱守护者此时已是进入寒蝉 丝尘只是个八环魂斗罗 怎么可能伤到身位极限斗罗的波赛西 正在观战的地天 有些幸灾乐祸地笑了笑 暗金孔爪连他的防御都能破开 更何况波赛西的身体强度远不如他 利刃落在长矛上 发出了令人牙酸的切割声波 赛西身上前六个魂环不断地闪耀 释放着一个个魂迹 试图抵挡那恐怖利刃的切割 此时波赛西想调动周围的水元素 来帮助自己抵挡这恐怖的丝天爪 却惊恶万分地发现 整个海神岛的水元素都不受自己控制 这还是有史以来第一次出现这种情况 到底是怎么回事 波赛西又惊又怒 他发现有一股力量正在跟他抢夺水元素的控制权 而这股力量的源头正是丝尘 准确地说是丝尘的第八魂环 由于丝尘几乎将所有魂力都用来施展丝天爪 用来隐藏魂环颜色的幻术开始失效 第八魂环的黑色逐渐褪去 露出了真实的模样 这是什么 波赛西心中突然一惊 像是意识到了什么 丝尘身上的第八魂环所散发出来的凶兽气息 分明是来自那头深海摩金王的 你 你竟然 波赛西从未像今天这么震惊过 他自认无法赢过深海摩金王 可为什么深海摩金王会成为丝尘的魂环 这个女孩到底是怎么做到的 难道是那条黑龙帮他猎杀的 可就算如此 深海摩金王的魂环也不是那么好吸收的 赤金色的魂环显然已经超越了十万年魂环的范畴 蓝仓就是现在 丝尘趁着波赛西愣神的瞬间 在心底呼唤深海摩金王 紧接着 丝尘身上的第八魂环亮了起来 一头通体蓝色的摩金从魂环中一跃而出 只见他身体微微移动 直奔海神殿正上方而去速度之快 就算是波赛西想要中途阻拦也极为困难 更何况他现在还在抵挡丝尘的丝天爪 蓝仓飞到海神殿上方 一条巨大的尾巴已经从身后扬起 带着对海神的怨恨 朝着海神殿狠狠地砸了下去 见此情景 波赛西已经顾不上其他 大海的力量已经被蓝仓掌控 他只能调动海神的力量 将丝尘一拳砸进环形海 然后赶去保护海神殿 就算海神殿自身有防御能力 七名圣主守护者也在海神殿前 他也绝不敢冒险 那可是深海摩金王啊 丝尘身体直接砸入海中海内 甚至没有溅起波涛 他只觉得全身一紧 已经穿过了百米深的海水 直接陷入了海底的泥沙之中 并且还在不断地下陷 眼前已是一片黑暗 伴随着深度不断增加 周围的压力也变得越来越大 他不敢想象 如果没有黑龙逆鳞的话 自己的身体是否会在 波赛西的攻击下支离破碎 当丝尘被地天从海底挖出来后 他额头上的黑极六口烙印 第六次喷吐出一片黑色的光幕 光幕悄然破碎 证明他的黑极六口已经顺利通关 波赛西调动了神殿的力量 才勉强在蓝仓的攻击下 保住海神殿 此时他正黑着脸 盯着一脸轻松的司尘 无论如何 考核已经结束 他再也没有机会对司尘下手了 不过 他也彻底松了一口气 毕竟他只是奉命行事 如果按照他的意愿 他宁可把司尘逐出海神岛 也不会让他死在考核当中 哦呀 我们被骗了 海龙斗罗悄悄对海马斗罗说道 问题不大 海神殿没他 人也还活着 皆大欢喜海马斗罗 很满意这次考核的结果 海女斗罗瞪了他们一眼 我要吓死了 那可是深海魔金王 刚刚我以为我们都死定了 居然真的有人能拿深海魔金王当魂环 这也太逆天了 圣柱守护者们在海神殿前议论纷纷 波赛西看着司尘 悠悠地说道 没想到你真的铤而走险 去猎杀深海魔金王了 如果只是普通的万年魂环 你不可能在我手中坚持这么久 我真的很好奇你和那条黑龙的关系 他身为魂兽 居然会帮着你猎杀同类 司尘摇了摇头 前辈 你说的不对 我们并没有猎杀深海魔金王 他是自愿向我献祭的 怎么可能 深海魔金王已经突破了 十万年魂兽生命的极限 距离画龙就只是一步之遥而已 如果能够成功 那么 他就会成为仅次于神的存在 他怎么可能向你献祭 波赛西觉得自己像是在做梦 这种事也太过荒谬了 大概是因为 敌人的敌人就是朋友吧 司尘正想让蓝仓出来解释 却发现他因为没能把海神殿砸毁 而处于自闭状态 于是只好作罢 第103章归来 波赛西并不相信司尘的说辞 在他看来 哪怕双方是合作关系 深海魔金王也没必要在 即将画龙之际向司尘献祭 那样他能得到什么好处 最令波赛西想不通的是 为什么帝天这样的魂兽强者 会愿意被司尘驱使 他身上有什么 值得让帝天和蓝仓在意的东西吗 难道说 没能让你施展出全部实力 真是可惜了波赛西突然意识到了什么 能否让我看看你的另一个武魂 波赛西何等聪慧 一下就猜到了司尘的底气 可能来源于他的另一个武魂 因为当他完成顶级八考 成为海神岛大供奉之后 他原本的武魂就被海神武魂所取代 他怀疑司尘的另一个武魂 也是神级武魂 如果真是那样 那一切就说得通了 司尘笑了笑 我想 我并没有向你告知的义务 波赛西无奈地摇了摇头 那好吧 每个人都有自己的秘密 有那条黑龙在 你想离开 我也无法阻拦 或许对他来说 不阻拦司尘离开 也算是对命运的反抗吧 虽说他无法阻止司尘离开 但无法阻止和没有阻止 完全是两回事 不过你能通过第六考 我真的很高兴 欧亚他们的心情 也应该和我一样说起来 欧亚还专门为了你来过海神殿 让我在第六次考核中 赦免你波赛西深深地看了司尘一眼 离开海神岛之前 去跟他们道个别吧 神的旨意当真不可违背吗 司尘突然觉得 不只是波赛西 整个海神岛的海魂师 和海魂兽的命运 都掌控在海神手里 身为海神岛大供奉 我无愧于海神大人 但如果仅代表个人 我有愧于你 波赛西叹息道 你是在替我们感到不公吗 我们每一个留在海神岛的魂师 都要接受这样的命运 我记住了 嗯 波赛西好奇地望着司尘 你指的是什么 你不是想知道 我的第二五魂是什么吗 司尘改变了主意 波赛西展颜一笑 假如你愿意满足 我这个老年人的好奇心的话 司尘上前一步 当他凭空抽出修罗剑的时候 他自身也发生了一些变化 血色魔纹在他身上蔓延 一头乌黑的长发 像是褪了色一般瞬间变白 冰蓝色的双眸被暗红色取代 额头处浮现出的印记 正是缩小版的修罗剑 波赛西正正地望着剑身上的七个红色魂环 站在他身后的圣柱守护者们 也目瞪口呆地盯着那柄血色长剑 海龙斗罗用手肘撞了撞海马斗罗 巧声道 咱俩白担心一场 人家后台硬着呢 沉默良久 波赛西才开口道 我早该想到的 你说过杀戮之都 是一名强大的魂尸突破百计后 留下的领域之地 既然如此 那里又怎么可能没有神奇留下的传承呢 他能感觉得到 现在司尘身上的神性远远超过了他 只不过这神性充满了杀戮的气息 既然波赛西已经完全明白了 司尘也就收回了修罗剑 笼罩在众人周围的杀戚 瞬间荡然无存 需要我帮你们斩断命运的枷锁吗 司尘好心地问道 波赛西不禁苦笑 不必了 倘若有一天你真的突破了百计 能否回来让我看看 如果有机会的话 我还有个请求 离开海神岛后 如果你能见到唐晨 让他来看看我把波赛西的声音中充满了惆怅 说完这句话 他缓缓转身 面向海神殿的方向 这一刻 他看上去似乎苍老了几分 他停顿了一下 这才迈步登上了海神山上的台阶 没有飞跃 就是那么一步步的向上走去 唐晨不太好找 他在魂世界已经失踪了几十年了 能不能换一个 武魂巅大供奉行不行 那个我肯定能找到 司尘冲着波赛西的背影喊道 他决定再为千道流努力一次 波赛西脚步一顿 停顿几秒后再次向上走去 但在场的所有人都能感觉到 他身上出现了不稳定的魂力波动 圣柱守护者们暗自择舌 这孩子还真敢说啊 不过他后台太强 所以圣柱守护者们 只好睁一只眼闭一只眼 反正这小祖宗 也快要离开海神岛了 七名圣柱守护者中 和司尘有过接触的 就只有他的主考官 海马斗罗 以及第五考的考官 海龙斗罗 所以司尘离开海神岛的时候 也只有他们两个前来送行 面对这两名真正关心过 自己的圣柱守护者 司尘微微聚了一躬 诚恳地说道 这几年在海神岛上接受考核 承蒙两位观照 尤其是海马斗罗 更是给了我不少帮助 他已经决定了 弄死海神那个宰重就行了 海神岛的人 他一个都不会去碰这里 民风淳朴 上至大供奉 下到普通海魂师 人都挺好的 要不是海神从中作梗 这趟海神岛之旅 也不至于那么糟心 海马斗罗和海龙斗罗 面面相去 这孩子还怪有礼貌的 从海神岛返回大陆 地天再次充当了 司尘的交通工具 一回生 二回熟 地天不断自我催眠 在未来的执法神 移成不算丢龙 离开大陆 已经三年多的时间了 踏上归城 司尘从心底 生出了一种归心四剑的感觉 刚到海神岛的时候 司尘还只是准魂圣 但此时离开 他的魂力已经达到了85级 此行不仅顺利通过了 修罗神考的第六考 还收获了一枚十万年魂环 再加上深海魔金王的献祭 他获得了 斗罗大陆历史上 第一个百万年级别的魂环 以及魂骨 现在他的实力 完全可以单挑封号斗罗 如果再遇上唐浩 对方也只有挨打的份了 说起来 他离开大陆好几年了 也不知道浩天宗的长老们 有没有抓到唐浩 回城的路上 地天仍然保持直线飞行 强势地冲过各种海魂兽 领地范围 但那些海魂兽们 无不四散避开 唯恐慢一步 就被地天揪起来打一顿 在海风吹拂下 急速行进几天后 远远的 黑色的地平线 终于出现在了 司尘的视线之中 这一刻 他忍不住欢呼出声 离开了三年多的大陆 他司小城终于回来了 接下来的行程怎么安排 地天站在司尘身边 本座要回去赴命三年时间 对他和银龙王而言 不够谈指一顺 但司尘获得深海魔晶王 献祭的事 也需要他亲自向银龙王汇报 先回武魂城吧 得给你安排一个封号 堕罗的身份 你现在就可以给自己 想一个封号了 单字或者双字 想好了告诉我 我让二爷爷帮你注册 怎么这么麻烦 那我帮你想吧 其实司尘早就想好了 地天的封号 就等他点头了 地天心中瞬间锦铃大作 你先说来听听 只有经过本座同意 你才能去登记 据我所知 每一位封号斗罗 都会根据自己的武魂特点 来命名你的本体 是金眼黑龙王 极致黑暗属性 不如就叫夜煞好了 这个封号超酷的对吧 司尘诚恳地建议到 地天想了很久 也没想出哪里有问题 反正那都是为了 应付人类的东西 他也没那么在乎 便同意了司尘的提议 武魂城 长老殿 这里是教皇殿内 最大的一座建筑 也代表着整个武魂殿 最强大的力量 所在高高的圆顶建筑内 一进门就是宽阔的厅堂 挑空的穹顶 足有近30米高 周围分三层 每一层都有10个房间 除了极其特殊的情况之外 能够入住进这里的必要条件 就是拥有封号斗罗的实力 这里才是武魂殿 真正的最高权力所在 哪怕是教皇 也要授起制约 就在这座厅堂最内侧 一座以纯金打造 高达10米的巨大六翼天使雕塑前 静静地站着一个人 正被对着大门的方向 抬头仰望着那座纯金的塑像 爷爷 我回来了 司尘恭恭敬敬地站在门口 但与其中带着掩饰不住的欢快 千道流缓缓转过身 下一刻就已经来到了司尘面前 回来就好 他没有去问司尘的考核进行得如何了 他能回来就已经证明了一切 这一次 司尘迫不及待地向千道流展示了自己的魂环 那赤金色的第八魂环让他愣了好久 得知那是百万年魂环之后 时隔三年 千道流再次召开了临时会议 就为了让其他六名供奉过来围观 司尘对此已经见怪不怪了 他从小就被供奉了围观 都已经习惯了 晨晨 我曾经说过 只要你突破了魂胜 就封你魂魂殿的裁爵长老 既然你的实力已经达到了魂斗罗境界 即日起 这裁爵长老的位子 就是你的了千道流郑重气势的说道 接着 千道流环视了一周 大家有什么意见吗 没有供奉们异口同声达到 裁爵长老在长老殿中的地位仅次于供奉 供奉是可以不参与五魂殿任何行动的 而裁爵长老最重要的责任 就是击杀一切与五魂殿作对的最强对手 司尘如今虽然只有17岁 但百万年级别的魂环摆在那里 没有人会对他的实力提出质疑 第104章小长假开始 教皇殿内 比比东端坐在主位上 黄金三人组恭敬地站在他面前 比比东站起身 从侍从手中接过锦盘 锦盘中摆着三枚紫金色的勋章 勋章上刻着象征着五魂殿标志的浮雕 比比东亲自为他们带上勋章 自从黄金三人组从死亡训练营回来 他们的魂力都已经快接近五十级了 胡烈娜甚至有望在20岁之前突破到魂王境界 能在20岁之前突破魂王 按理来说比比东对胡烈娜应该很满意才是 可他一想到司尘 那个14岁就突破了魂帝修位 而被天斗皇帝侧封位异性王爵的天才少女 心情就异常复杂 那已经不是天才 而是妖孽了 比比东半忧半喜 忧的是司尘这么强大 却不受他管制 喜的是这孩子终究属于五魂殿阵营 老师 您怎么了 胡烈娜感知到了比比东的情绪变化 没什么你们能取得这样的成就 我很开心比比东笑了笑 我本想奖励你们一人一块魂骨 可供奉店那帮老家伙不同意 但是没关系 那三块魂骨迟早是你们的 虽然他们不同意 我直接将魂骨奖励给你们 但却同意我将那三块魂骨 作为下一届全大陆高级魂师学院 精英大赛的冠军奖励 所以 你们知道该怎么做了吗 是 冠军一定属于我们 黄金三人组异口同声地答道 离大赛开始还有三年时间 我相信你们都能够突破到 魂王修为比比东慈爱地 摸了摸胡烈娜的头 在那之前 先休息一段时间吧 比比东一挥手 胡烈娜等人便恭敬地离开了教皇殿 黄金三人组刚刚离开 鬼斗罗就悄然而至 陛下 供奉殿那边传来消息 新一任裁决长老的人选已经定下了 哦 比比东来了兴趣 千道留选了谁来接他的班 是那位千家二小姐 鬼魅的声音依旧沙哑 属下也很震惊 但千二小姐 如今已经是85级魂斗罗了 比比东长叹一声 鬼魅 你说 修炼对千丝尘来说 是不是就跟吃饭喝水一样简单 陛下 这我不好说 但他绝对是我见过修为提升最快的人 丝尘的修炼速度显然已经超出了鬼魅认知范畴 你居然还觉得他是人 比比东快抓狂了 身为罗莎的继承人 他很清楚每完成一次审考都会获得一些奖励 思辰的实力提升速度肯定跟审考有关 但他完全没想到会这么快 和抠搜的罗莎神相比 修罗神给的奖励简直太让他羡慕了 比比东并不知道思辰也会参加下一届的高级魂师学院精英大赛 不然他肯定不会把那三块魂骨设置成冠军奖励 这不纯纯大冤种吗 按照比比东的想法 思辰和同龄人已经不在同一个境界了 他理所当然的陷入了一个思维盲区 忽略了思辰的年龄 完全可以参加高级魂师学院精英大赛 毕竟思辰都已经是五魂店的才爵长老了 这些比赛在他眼里不过是小打小闹罢了 可比比东算落了一点 那就是千任雪池来的叛逆期 这位千家大小姐会为了给他添堵 而让思辰去参加比赛 思辰拿到了裁决长老的专属令牌后 就向千道流表示自己要出去游玩 不是游历 而是游玩 千道流大手一挥同意了 反正思辰现在已经是八十五级魂斗罗了 成为封号斗罗也不差这几年时间 连修罗都不急 他有什么好急的 晨晨 与孩子一个人出门实在太危险了 不如光临斗罗向思辰眨了眨眼睛 然后他就被金恶斗罗拖了回去 省省吧 老五 二小姐已经长大了 不需要你保护了 二哥说的对 二小姐不会遇到危险的 他的存在对敌人来说 就是最大的危险 雄狮斗罗说的 思辰忍不住扯了扯嘴角 原来自己这么可怕吗 帝天注册完封号斗罗之后 就先回星斗大森林了 所以思辰向供奉们告别后 只能自己回七宝流离宗 思辰原以为 诚心看到他回来会很高兴 没想到他的第一反应居然是惊讶 古戎也是如此 只有宁峰智一脸欲言又止的表情 还有宁峰智 怎么一脸被胁迫的表情 不过他还是一一回答了 陈兴的问题 将海参岛的经历 大概讲述了一遍在这期间 他发现宁峰智好几次想开口 却被古戎用眼神阻止了 到底是哪里出了问题 思辰望向宁峰智 宁峰智回以一个苦笑 怎么不见戎戎 他人呢 思辰向宁峰智问道 荣荣他 他还在学院呢 古戎连忙打断了宁峰智的话 现在离放学也没多少时间了 怎么不见您去接他呢 思辰好整以暇地盯着古戎 哪怕古戎已经成为 封号斗罗很多年了 被思辰这么盯着 他突然感到一阵心虚 我和你老师还没决定好 谁去接他 思辰马上站了起来 那我去接他吧 说起来我也有好几年没见他了 陈兴见状 马上把他按回了座位上 你一路舟车劳顿 还是歇着吧 宁峰智忍不住符额 剑书 古书 你俩就招了吧 这些年你们帮荣荣打掩护陶学的事还少吗 前段时间你们又给他办了休学 现在他已经不满足在天斗城附近玩耍了 直接往更远的地方跑了 陈兴和古戎老脸一红 我们这不是看他太可怜了吗 好端端的小姑娘天天被沉沉的侍女盯着进行体能训练 也该放松放松吧 思辰若有所思道 这么说 他这几年还是有在训练的 只不过最近一段时间跑出去玩了 确实如此宁峰之意有所指 那丫头后台挺硬 我也拿他没办法 无所谓 训练也不差这几天 他想玩就让他玩去吧 思辰伸了个懒腰 他自己都想休个长假 哪里还顾得上管宁荣荣 既然连思辰都这么说了 宁峰之也只能妥协 反正他派了足够多的人手保护宁荣荣 这小祖宗出去磨练磨练也好 不然七宝琉璃宗就要被他翻过来了 宁叔叔 那你知道荣荣去哪了吗 思辰问道 宁峰之点了点头 脸上流露出一丝无奈 这个自然 有次闲谈的时候 我提到了史莱克学院 荣荣听说那所学院只收怪物 不收普通人之后 就一直嚷嚷着 要去瞧瞧说来也瞧 那史莱克学院就在索托城 我记得陛下三年前 将那块地方作为封地赐给你了 假如你要回封地的话 麻烦帮我照看一下荣荣 思辰听出了他的前台词 继续卷 不要停 没问题 话虽如此 思辰并没有第一时间赶到索托城 而是去了一趟天斗皇宫 向雪叶大帝展示了自己的修为后 就开始给他画饼 向他承诺自己会参加 下一届的高级魂师学院精英大赛 抵制于雪叶大帝 满脑子只剩下躺英两个字 去你的封地看看吧 你出去历练这几年 清禾还特意抽空 将那里治理的井井有条 雪叶大帝仍然不忘撮合他和雪清禾 在前往索托城之前 思辰特意回了一趟天斗皇家学院 拜访了以梦神机 位守的三名教委 告诉他们地天已经在武魂殿 登记注册了封号斗罗 过段时间他就会回学院了 梦神机大喜过望 这下他们天斗皇家学院 也有封号斗罗了 那么思辰小友现在的修为 又到了什么境界 这是梦神机目前最关心的事 这关系到天斗皇家学院 能否在下一届大赛中躺英 当梦神机等人得知思辰 已经有魂斗罗的修为时 一个个都吃惊得哑口无言 待思辰离开后 梦神机才喃喃自语道 稳了 这次大赛稳了 大家千万要保密 梦神机严肃地对其他两名教委说道 白宝山和志玲连连点头 这可是他们天斗皇家学院的秘密武器 既然宁蓉蓉已经不在天斗皇家学院了 思辰也就将兰廷旭重新召回自己身边 两人雇了一辆马车 就这样慢悠悠地前往索托城 第105章 豆猫 巴拉克王国位于天斗帝国南 与法斯诺行省接壤 说是王国 其实它的面积只有法斯诺行省四分之三大 它隶属于天斗帝国 是天斗帝国境内四大王国之一 而巴拉克国王昆德拉 则是血液大帝奥库拉的堂帝 巴拉克王国南方 直接与新罗帝国接壤 因此 在天斗帝国四大王国之中 巴拉克王国的军事力量是最强大的 也可以说是天斗帝国的门户 表面上 四大王国和那一个公国 都要受到天斗帝国的统治 可实际上 这五个国家早已经成为国中之国 除了必要的进攻之外 一切完全自主 如果不是天斗皇室掌握着重兵 或许内乱早就已经出现了 巴拉克王国境内 有两座最为重要的城市 一座就是巴拉克王昆德拉 居住的都城巴拉克城 这里是整个巴拉克王国 政治和经济的中心 而另一座城市 则是位于巴拉克王国境内 最富饶的利马平原中央 有巴拉克粮仓之称的索托城 这两座城市都有重兵驻守 是整个王国的重中之重 不过现在索托城的自治权 已经移交给了私城 昆德拉就算再不情愿 也不得不妥协 不仅是因为天斗帝国的军事威胁 还有私城自身的实力 在所有人眼里 十四岁就有魂帝修位 那成为封号斗罗 不是板上钉钉的事吗 昆德拉也不想跟一名 未来的封号斗罗撕破脸 要知道天斗皇室 目前还没有封号斗罗坐镇 独孤伯只是天斗皇室的可亲 而私城接受册封后 是需要接受皇室调遣的 索托城划分给私城 对巴拉克王国来说 也未必是件坏事 至少很长一段时间里 如果天斗帝国和新罗帝国开战 昆德拉不必担心新罗帝国 会第一个入侵巴拉克王国 如果私城知道昆德拉心中所想 一定会觉得他太看得起自己了 谁说新罗帝国 不会进攻巴拉克王国的 他和蓝婷旭出个门 都能遇上新罗帝国的杀手 虽然这帮杀手不是冲着自己来的 他们只是想顺手把他们解决了 这位妹妹好可怜 你该不会是离家出走 才被你姐姐打成这样的吧 哪怕被一群新罗帝国的杀手包围 私城也能面不改色地 跟身旁低着头的黑发女孩聊天 蓝婷旭忍不住跟私城而语道 小姐 你不会这么对待蓉蓉的 对吧 跟您蓉蓉相处了几年 蓝婷旭有些于心不忍 黑发女孩抬起头 她脸上的表情很冷淡 那是一种发自内心的冷 一双黑色眼眸中甚至不带有一丝生气 与她那原本极为漂亮的面旁有些冲突 她身上布满了密密麻麻的伤口 最深的一道伤口在她腰间 她正捂着伤口 防止自己失血过多而昏过去 她并没有回答私城的问题 因为她不确定私城是否能帮助她逃离这场追杀 好冷淡的孩子 私城只好把目光投向对面那名容貌与黑发女孩极其相似的少女 只不过她却少了黑发女孩的那份冰冷 整个人看上去都十分的柔和 在这种温柔之中 美感也更容易被人认同 这样的人应该比较好说话吧 私城心想 竹青 别耍小性子 跟姐姐回家吧 你一个人跑出来 爸爸妈妈都很担心你对面那名少女发话 私城一愣 原来是工具小猫 朱竹云 你不用在这里心心作态 如果我没有离家 或许已经死在你手里了吧 担心我 在我们家族之中 会有这种亲情存在吗 朱竹青的声音也和她的人一样了 就在姐妹俩对峙的时候 私城开口了 大家听我说 我们不打算插手你们的家务室 那位漂亮姐姐 你把你妹妹带回去吧 我也要去找我那个离家出走的妹妹 后会有期了 私城说完转身就走 她一开始就没打算蹚这趟浑水 抱歉 我不能让你们活着 离开朱竹云的声音 没有朱竹青那份冰冷 却有着一种发自内心的魅惑气息 柔媚的声音很容易令人不自觉地陷入其中 这位姐姐也太不讲道理了 你找到了你妹妹 我妹妹还等着我去带她回家呢 她要是以后都见不到我了 得有多伤心啊 朱竹云见私城受到死亡的威胁仍然面不改色 不禁对私城多了一分警惕 她召来一个魂王级别的杀手 对她下达了杀死私城的命令 这位妹妹不必担心 稍后我会让人给你立个杯 以后你妹妹想你了 就让她来这里看看朱竹云似笑非笑地望着私城 告诉我你的名字 还有你的遗言也一并交代 我会帮你刻在墓碑上的 我突然想起来 我已经十年没杀过人了 私城掰着指头数了数 好像从杀戮之都出来以后 他就只杀过魂兽 蓝婷旭忍不住惊叹 小姐真是人美心善 两人说话间 那名魂王级别的杀手已经扑了过来 还没接近私城 就被一片蓝色的草叶击穿了心脏 下一刻 在朱竹云惊骇的注视下 包括他在内 所有杀手都被地面上 快速生长的蓝蚓草捆得严严实实 这是蓝蚓草 朱竹云惊恶地盯着 被捆得像个粽子的朱竹云 他甚至没看到蓝婷旭释放五魂 可想而知 对方的修为有多么强大 私城在朱竹云面前蹲下 轻轻地拍了拍他的脸 姐姐你呀 死到临头了呢 有什么遗言吗 我也可以给你立个杯 不过你们人太多了 所以别介意 我把你们埋在一起 好嘛 说着 私城右手抬起 舞蹈闪着寒光的丽人弹出 丽人落下的瞬间 朱竹云忍不住闭上了眼睛 别杀他 朱竹青突然大声喊道 温热的血液 溅在朱竹云身上和脸上 但想象中的疼痛 并没有传来 他睁开眼睛 他的护卫之衣 已经血溅当场 我为什么要听你的 私城好整以挟地望着朱竹青 话虽如此 那锋利的暗金孔爪 却并没有落到朱竹云身上 朱竹青看着朱竹云 眼中满是不忍 不论怎么说 那毕竟都是他的亲姐姐 私城扫了朱竹青一眼 别露出那种表情 就准你姐姐杀我 不许我杀他是吧 朱竹云惊恐万分地看着私城 将他的护卫 一个个拖到他面前 不一会儿 他身上已经被护卫的鲜血浸尸 当他想要再次闭上眼睛时 私城在他耳边悠悠地说道 你想活下去吗 可以哦 只要你睁开眼睛 等我把他们都杀了 我就放你离开 求生欲令朱竹云 不得不眼睁睁地看着他的护卫 被私城屠戮殆尽 等到最后一个护卫 死在他面前的时候 他的精神已经激进崩溃 泪水混着血水流下 要不是蓝婷旭 连他的嘴也封住了 他一定会直接放声大哭 别哭了 搞得好像我欺负了你似的 私城甩了甩利掌上的鲜血 本来你可以顺利 把你妹妹带回家的 现在只能你一个人回去了 蓝婷旭打了的响指 朱竹云身上的束缚解除 他顾不上那些死不瞑目的护卫 跌跌撞撞地爬起来 将敏公系的速度 发挥得淋漓尽致 生怕私城再次改变主意 私城走到朱竹云面前 这只小黑猫 显然已经被吓傻了 眼睛里早已没了冷意 只剩下惊恐 你姐姐不要你了 怎么办 我 我不知道 朱竹云下意识地后退了几步 你躲什么 我想杀你的话 你后退那几步有什么用 私城伸手将朱竹云拎到身前 蓝色的光芒从私城右腿处亮起 光芒顺着他的身体向上蔓延 一直蔓延到掌心 再快速地注入到朱竹云的伤口处 谢谢朱竹云惊讶地发现 自己的伤口正在肉眼可见的愈合 这才放松了一丝警惕 治疗完毕 私城把朱竹云放了下来 接下来我打算去索托城 你是要跟我走 还是自己走 我自己走 不用麻烦前辈了 哪怕私城救了自己 朱竹云仍然觉得他很危险 虽然朱竹云的目的地也是索托城 但他向来不喜欢麻烦别人 更何况他也不想和一个沙胚待在一起 尤其是私城看上去和他姐姐差不多大 这令他更加毛骨悚然了 好让人省心的孩子 要是我家妹妹有你这么省心就好了 离家出走这么些日子 也不知道他过得好不好 私城感叹道 朱竹倾听的汗毛倒数 忽然对素未谋面的凝蓉蓉 产生了一种同事天涯沦落人的感觉 朱竹云已经够可怕了 那个和自己一样离家出走的女孩 要是被私城抓到 下场可想而知 我那个离家出走的妹妹名为凝蓉蓉 如果你有幸遇见她 记得让她玩够了就回家 好吗 私城微微一笑 但她的笑容在朱竹青看来也异常甚人 好 薅的朱竹青像只炸猫的小猫一般拔腿就跑 速度和她姐姐比起来也是不遑多让 朱竹青已经打定主意 假如她真的能见到那个名叫凝蓉蓉的姑娘 她一定会让对方快跑 第106章能屈能伸弗兰德 吓跑了朱竹青之后 私城和蓝亭蓉处理完现场 就向着索托城再次出发 三年时间 足够千任雪把索托城的士兵和管理人员都换成自己人 等私城来到城主府 进行权力交接时 她发现这里的一切都被千任雪安排得明明白白 她只需要对一些重大事物进行决策 其他的琐事自然有下面的人去处理 姐姐真贴心啊 私城在城主府躺平了几天 接着又带着蓝亭蓉在城内吃遍了几乎所有美食 两人还不知疲倦地扫荡了一遍索托城的商业街 索托城太适合度假了 以至于私城已经把找您融融的事完全丢在脑后了 几个月时间悄然流逝 私城担任城主的这段时间里 并不仅仅只是和蓝亭蓉逛街 还负责了索托城的治安管理 自从有个叫不乐的猥琐大叔当街调戏他和蓝亭蓉 结果被执行物理阉割之后 城内的风气一下好了许多 至少没人敢再做出当街调戏妇女的行为了 在那之后 私城还安排了执法队在街上进行巡逻 专门惩治这些不法分子 杀鸡儆猴果然有点用处 私城今天独自一人出门 正寻思着下一刀该落在谁身上时 只见不远处有一家店铺 门面并不大 但店铺上悬挂的招牌却与众不同 招牌上刻画着一个圆形的标记 上面有几个特殊的符号分别是一柄件 一柄锤子和一条龙 普通人或许不明白这些符号的含义 但私城却在熟悉不过了 因为那几个标记和五魂店的令牌上的标记一样 私城之前并不是没有在索托城逛过魂师开的商店 只不过这家店铺太小 他之前一直没怎么在意这类小型店铺 毕竟自己身为城主 随便跑进一家杂货铺 可能会让店主觉得自己犯了事 这种扰民的事还是尽量少做比较好 不过 这家杂货铺好像有点不一样 私城能感觉到店主的修位已经达到了魂胜境界 整个巴拉克王国别说魂胜 就连魂帝都屈指可数 这里出现一个魂胜 极有可能就是那个开野鸡学院的奸商 想到这里 私城毫不犹豫地朝店铺走去 店铺的门是开着的 里面看上去有些昏暗 私城刚走进去 一股特殊的能量波动顿时吸引了他的注意 这种能量波动和五魂店里的很相似 但是要弱上一些 私城接触过不少魂倒器 他很清楚 这些能量波动都来自于店内的魂倒器 魂倒器中都是拥有魂力波动的 如果没被人使用与自身魂力绑定的话 就会出现魂力外放的情况 店铺内只有一个人 也不见柜台 三面墙上挂着一些物品 看上去都已经很旧了 一点也不像是值钱的样子 那唯一的一个人坐在一张木制的躺椅上 正闭着眼睛随着躺椅晃动 他看上去大约有五十来岁的样子 虽然年纪不小 但身材却很壮硕 那张看上去还算结实的躺椅随着晃动 在他的体重作用下发出嘎嘎的声音 这个人的脸长得很有特点 下巴有些向前突出 颧骨很宽 面部扁平 还有点阴沟鼻 如果非要用一种东西来形容的话 那么 只能说他的脸有点像鞋底子 虽然是闭着眼睛 但看起来却有几分煎滑的感觉 他脸上还戴着一副黑框水晶眼镜 近况是那种死板的方形 怎么看都有种怪异的感觉 原来真的有人的脸能长得像鞋靶子 思辰在心里嘖嘖称奇 思辰进入店铺内并没能吵醒店主 他依旧呼吸均匀 在躺椅上晃动着他的目光 从店主身上转移到墙壁上悬挂的物品上 玩多了楼高研究出的新品浑倒器 他一眼就能看出架子上的都是些破烂玩意儿 只能用来片片不适合的小白浑尸 这时 他的目光突然落在一块人头大小的水晶上 那块水晶看上去并不起眼 本身是透明的 里面却有大片暗黄色的杂质 悬挂在最靠近门的位置 那是板晶晶 他十年前曾在更新城得到过一块更大的 当时只用了一枚金魂壁 现在思辰自然不需要用龙须针来防身了 但这块板晶晶倒是可以送给楼高 用来制作混倒器 想到楼高 思辰突然有些后悔 当初怎么没把潮汐炼体的陈银柱带回来呢 那玩意儿可太值钱了 思辰伸手将那块水晶拿到柜台上 我想买这块水晶 请问要多少钱 不贵 一百个金魂壁一个懒洋洋 带着点雌信般的沙哑声响起 不知道是不是因为这说话的人有点大舌头 他的话有些口齿不清 幸好这里只有两个人 店铺内又很安静 才能够清楚地辨别出他说的是什么 思辰想了想 一百金魂壁买一块板晶发金确实不贵 只要这家伙待会儿不坐地起价 这事也就这么算了 好 我买了思辰从储物浑倒其中取出一百枚金魂壁 装进小袋子里递给店主 店主眼睛都不睁 你的钱不够 思辰眉头微醋 这是一百个金魂壁 我数过了 店主用模糊不清的声音淡淡地说道 可我的水晶要卖两百个金魂壁 思辰直接收起钱袋 走出店铺街上正好有一队正在巡逻的执法人员 思辰向他们招了招手 执法队长看到思辰眼前一亮 三步并坐两步跑了过来 店下有什么吩咐 执法队长恭敬地问道 这可是一个在城主面前表现的好机会 他怎么也得好好把握 思辰指着那家售卖混倒期的店铺 那个奸商坐地起价 说好一百个金魂壁 结账的时候 他竟然说要两百个金魂壁 给你一刻钟时间 让他出来给我道歉一刻钟过后 我要是还没听到他的道歉就把那家店疯了 撤销他的营业执照 今后不许他在索托城经商 遵命 执法队马上将店铺包围了起来 执法队长本身也是一名魂师 这家店他也光顾过 他跟店主也算是熟人了 知道坐地起价是店主常用的手段 只不过店主的实力足以在索托城横着走 所以之前一直没有人收拾他 执法队长率先走入店内 向店主出示了执法证明 弗兰德 你摊上市了 怎么回事 被称为弗兰德的中年人 一个鲤鱼打挺跳了起来 随即又松了一口气 这索托城内谁敢找我的事 没听过我四眼猫鹰的名号吗 你刚刚坑的人 是我们的新城主 那可是天斗皇帝亲自册封的王爵 你不要命了吗 执法队长都替他着急 那有什么 不过是个小姑娘 听说他三年前就是魂帝了 我看也没什么 刚刚我可没感觉到他有多强 秀花枕头罢了 那秀魏估计是用药物强行提升的 他这辈子也就只是个魂帝了 弗兰德毫不在意 更何况天高皇帝远 天斗皇室还能管到这里 这我管不着 你赶紧出去跟殿下赔礼道歉 然后写下保证书 保证今后绝不再犯 否则你这殿都保不住 执法队长都快抓狂了 弗兰德依旧老神在在 他当然听说过司成的名字 他的好兄弟玉小刚 就是因为他而悲伤骂名的 怎么说他都要为玉小刚出口恶气 我看你真是活腻了 你是不是忘了他的老师是谁 那可是大名鼎鼎的剑斗罗啊 执法队长摇头叹息 时间快到了 你自求多福吧 弗兰德这才想起来 司成是有七宝琉璃宗作为后台的 他连忙冲出门外 却在见到司成的时候 装出一副世外高人的模样 副手而立 目光正好停留在司成身上 眼中闪过一丝玩味的光芒 原来是新上任的城主大人 光临武的小店 真是令小店 彭毕生辉阿弗兰德 露出一抹谄媚的笑容 我只是做些小本生意 你又何必为难我 你想要那块水晶 算我亏本 送给你也无妨 要不这事就这么算了吧 他话音刚落 就有执法队员将那块板筋发筋 恭恭敬敬地递到司成手上 既然对方在一刻钟之内服软 司成也不好在这件事情上过多纠缠 下不畏力 司成将板筋发筋收进储物魂倒气 别再让我抓到你犯事 再敢用这种手段敛财 你就滚出锁托城 明白了吗 是 我知道了弗兰德嘴上答应着 眼中却闪过一丝不屑 要不是这丫头有封号斗罗撑腰 他今天一定要好好教他做人 至于那块水晶 他倒是不怎么心疼 毕竟他说来的时候 才花了不到一个金魂币 司成一分钱没花 就拿到了板筋发筋 看在这块板筋发筋的份上 他可以暂时不跟弗兰德计较 毕竟要计较的事还多着呢 比如 非法办学 就是因为当初和唐浩在诺丁城交手 波及到了大部分平民 他不愿再看到平民百姓 遭遇这种恨货 虽然他无法阻止浑尸 在其他公共场合动手 但所托成现在是他的地盘 他还是能够说了算的 第107章不打不相识 司成带着执法队 来到玫瑰酒店大堂时 战斗已经开始了 整个大堂一片狼藉 司成从残破的柜台后面 拎出了瑟瑟发抖的经理和服务生 经理一见到司成 马上一把鼻涕一把泪地控诉道 殿下 您可要为我们做主啊 代少和那两个年轻人起了冲突 非要在我这酒店动手 虽说戴木白向经理保证过 一切损失算他的 被损毁的设施可以重新购买 这客流量可就没那么容易恢复了 两位 停手司成的声音不大 那种不容置疑的语气 却让正在打斗的两人 不由自主地停了下来 戴木白看了司成一眼 发现让他停手的 居然是个容貌端利的女孩 不由地吃了一惊 再看看他身后的执法队 戴木白不禁感叹 执法队里什么时候 有这么好看的女孩了 他之前玩的那些货色 根本没法和他比 但他还是自负地对司成说道 美女 这是我们男人之间的事 你不要插手 你也是这样想的 司成转向另一个 长相普通的男孩 他注意到他腰间围着一条 镶嵌了24颗玉石的腰带 看来唐浩应该就在这附近了 他得时刻警惕着 以防那个疯子再次抱起伤人 唐三有些惊讶地看了一眼 司成那双异于常人的眼睛 毫不犹豫地点了点头 是的 这是我们男人之间的事 就是 别多管闲事 一旁观战的小五跳了出来 用手指着司成呵斥到 他在诺丁学院当惯了大姐头 哪里会把司成放在眼里 接着 小五突然反应过来 眼前这个女孩 不就是当年在诺丁城 让他吃别的人吗 小五马上怒道 我正想找你算账嘛 你倒好 自己送上门来了 司成眉头微醋 故意问道 你谁啊 我认识你嘛 小五一愣 司成居然不记得自己了 这还了得 他可是诺丁一姐 谁敢这么不把他放在眼里 当即就要冲上去收拾司成 我要打的你妈妈都不认识你 唐三一把抓住小五的肩膀 让我来吧 随即他看向司成 阴沉着脸 不论你和小五有什么过节 他都是我妹妹 马上向他道歉 否则我只能替他教训你了 司成扑斥一声笑了出来 你给爷整笑了 你笑什么 唐三不悦的皱眉 随即他转向戴木白 我们的事先等一下 等我解决了他 再 下一刻 唐三脸上重重地挨了一巴掌 他那普通的五官 瞬间扭曲在了一起接着 在众人惊恶的注视下 唐三被司成一巴掌 删出了酒店大门 别说唐三自己 就连暗中观察的唐浩 都没反应过来 他甚至没看清 司成是怎么出手的 唐三就已经飞出了酒店 现在还不是出手的时候 唐浩也认出了司成 但他现在丝毫不敢轻举妄动 浩天宗现在还没放弃追杀他 尤其是七长老唐恋 他只要敢动手 对方马上就能发现他的踪迹 唐浩此时恨不得生蛋其肉 他会落到这种地步 都是司成害的 如果他不去浩天宗闹事 宗门就不会对他赶尽杀绝 他迟早要报这个仇 总有一天 等唐三崛起之后 不仅仅是五魂殿 七宝琉宗也要灭门 你怎么敢的 没有了唐三的阻拦 小五暴跳如雷地冲了过来 下一秒 他也被司成扇了出去 和唐三一起并排躺在大街上 戴木白之前 还跟唐三打得难分难解 现在看到唐三和小五 被司成一人一巴掌扇出去 就知道这个女孩的实力远高于自己 但戴木白对自己的相貌 有着极大的自信 他稍微整理了一下 自己阴打斗 而有些凌乱的发型 殷勤地迎了上去 一只在暗处偷偷观察的小黑猫 暗脱脱地磨着爪子 他不远万里 来到天斗帝国 结果未婚夫却天天流连花丛 今天还因为开房 跟别人打了起来 现在又要去勾打执法的小姐姐 等等 那个姐姐有点眼熟 朱竹青美眸微瞪 猫的视觉是非常出色的 哪怕是在夜晚也不例外 更何况现在还是白天 好家伙 是那个杀胚 朱竹青一瞬间想了很多 他惊讶地发现 自己最在意的是 如果戴木白意外死亡 他是不是就能从这段 Gaix的婚约中解脱了 美女 我请你吃个饭吧 这事也就这么算了 你看如何 戴木白用深蓝色的眼眸 深情地望着丝尘 我这才发现 我们的眼睛原来如此相配 戴少 那我们呢 两个花枝招展的女孩 娇称到她们的容貌一模一样 显然 是一对双胞胎 还没等戴木白开口 丝尘冷笑一声 吃什么 吃你爹的喜吗 果然上梁不正下梁歪 说的话跟弗兰德一模一样 都想让自己就这么算了 戴木白脸色一变 正想发作 啪的一声 清脆的巴掌声响起 她也躺在了大街上 远处偷窥的小黑猫 愣愣地看着生死不明的戴木白 再看看自己白嫩的小手 恨不得刚刚那一巴掌 是自己扇的 他们三个 每人罚款五百斤魂币 钱款用于修缮酒店设施 一击对员工的精神补偿 私承擦干净手之后 向执法队长下达了指令 是 殿下 执法队长赶紧让队员们把那三个不省人士的捣乱分子抓了起来 私承对魂师的处罚可比对平民严厉多了 哪怕是魂师 五百斤魂币也够他们肉腾好一阵子了 能不用五魂就轻易收拾一名魂尊和两名大魂师 在场的人们无不惊叹 这次出手足以证明他的实力在魂帝之上 私承没有去看大队已经下到花容湿色的双胞胎 安排完这些事情后就扬长而去修理完唐三等人 下一步就是整顿史莱克学院了 唐三等人被抓起来后 过了好半天才悠悠转醒 三个人在禁闭室面面相去 发现对方的一侧脸颊都高高肿起 哪怕他们是魂师 身体恢复速度比普通人要强得多 没有十天半月也是削不下去的 哥 小五扑倒在唐三怀里 你要为我报仇啊 报什么仇 你哥是第一个被他删出去的 戴木白扯了扯嘴角 刚想吐槽 结果脸部传来一阵火辣辣的痛感 他捂着脸哀嚎一声 嘶 这小娘们下手可珍重 老子迟早找个机会办了他 唐三心里也憋着一股气 被人一巴掌扇晕过去 这对他来说简直就是奇耻大乳 要不是私沉突然袭击 他就算魂力不如对方 也完全可以用暗器偷袭 不见得就会输 小五委屈地哭了起来 哥 这里好黑 我好害怕 外面有人吗 快放我们出去啊 唐三一边用玄天弓 为小五活血化淤 一边安慰道 我们肯定能出去的 只是要尽快 明天史莱克学院就要开始报名了 如果错过了这次报名 就白费了老师的一番苦心了 对于史莱克学院 唐三和小五没有什么了解 玉小刚只是告诉唐三 让他来这里继续学习 其他什么都没说 但从当时玉小刚脸上的表情来看 唐三隐约能够感觉出 这座学院与玉小刚之间的关系 似乎有些不一般 从年纪上分析 唐三和小五应该去上 终极魂师学院 可以探了现在的实力 别说是终极 就算是高级魂师学院 也距离毕业不远了 如果这座史莱克学院 只是一间终极魂师学院 那么还有必要来这里吗 唐三相信 自己的老师 绝不会做无谓的事 既然让自己来这里 就一定有他的道理 就在这时 代目白开口了 你们要去史莱克学院报名 也对 你们只有十二岁左右吧 这样的年纪 拥有二十几以上的魂力 在这个时间来索托城 肯定是为了加入史莱克学院 唐三文言 心里一喜 忙到你也知道史莱克学院 没错 我就是史莱克学院的学生 你们不用担心 院长他会来捞我们的 代目白信誓旦旦的保证 结果左等右等 也没等到弗兰德来捞人 等到的反而是 对他们的行政处罚 听到美人要交五百金魂币的罚款 小五直接跳了起来 对着执法队长嚷道 五百 你不如去抢好了 唐三也听得一阵肉疼 他辛辛苦苦打了六年的铁 武魂电发的补贴也是能省则省 所以这六年以来 他也有了一定的积蓄 可现在他加上小五的全部身家 也只有七百多个金魂币 离罚款数额还有两百多个金魂币 那就在里面待着吧 执法队长冷冷地说道 说完 他马上就要锁上禁闭式的门 这位大哥 等等 他们的罚款我来交 你就行行好 放我们出去吧 戴木白一咕噜爬了起来 从储物魂倒其中取出一千五百美金魂币 塞给了执法队长 他身为新罗帝国的皇子 这点钱还是能拿出来的 算你小子识相 执法队长这才把门打开 虽然免除了行政拘留 但三人还是被狠狠地教育了一通 执法队长痛心疾首地对他们说道 我看你们三个年纪轻轻就有这种修为 干啥不好非要在公共场合打架 实在不行 你们可以上斗魂场打去 人家开酒店也不容易 要知道我们城主最看不惯 欺压平民的魂师了 你们几个可长点心吧 三人唯唯诺诺地印下了 但心里各种不服 都想着要如何报复思辰 由于戴木白替唐三和小五付清了罚款 唐三现在对戴木白是一口一个戴大哥 叫得无比亲热 戴木白也被唐三捧得有些飘飘然 夸下海口说 以后到史莱克学院 如果有人找他们麻烦 就报他邪谋白虎戴木白的名字 第108章只收怪物 那就退钱 第二天一早 思辰特意去玫瑰酒店转了一圈 发现酒店大厅中被破坏的地方都已经修缮完毕 服务生一见到思辰 马上就去通知酒店经理出来迎接 感谢的话还会说出口 思辰就把一个装着1500枚金魂币的袋子递给了经理 殿下 这是 经理疑惑地问道 他当然知道这沉甸甸的袋子里装的是金魂币 只是不理解思辰的意思 那三个闹事地交的罚款 就当是给你们酒店的赔偿了 思辰说完就离开了 只留下酒店经理愣愣地站在原地 好一会儿才回过神来 不禁感叹新城主是个实在人 他其实也没真的指望过戴木白会赔钱 普通人遇到这种事只能自认倒霉 没想到思辰居然真的帮他要到了赔款 离开酒店后 思辰从南城门出了索托城 顺着道路一直向南 关到两旁 竟是大片的农田 索托城作为粮食之都的美誉可不是白叫的 但是 除了大片农田之外 放眼望去 思辰目光所及范围之内 却并没有什么像是学院的建筑 来之前 思辰跟下属打听过 史莱克学院是建立在一个村庄里的 他只好慢慢地找过去 走了大约一公里 思辰看到了一个小村子 那座村子大约有百户人家左右 村外围着一圈木制的篱笆 似乎是防备野兽用的 在村口处似乎聚集着不少人 大多数都是十一二岁的少年 其中大部分都有父母跟着 应该就是在进行入学报名 思辰在人群中发现了离家出走的 七宝琉宁宗大小姐 和昨天偷窥她的小黑猫 两个女孩似乎离得很近 凝蓉蓉的眼珠子 都快掉在朱竹青的胸脯上了 朱竹青被钉得发毛 面前这名少女并没有父母陪同 和她一样 只是一个人一身简单的白色长裙 给人一种很干净的感觉 利落的齐儿短发 极为白皙的皮肤 容颜精致 怎么看都像是一名 受过高等教育的贵族少女 除了她的眼神 惊讶 羡慕 不怀好意 朱竹青从凝蓉蓉的眼神中 读出了好几种情绪 她原以为凝蓉蓉是个乖乖女 才和凝蓉蓉站在一起的 假如凝蓉蓉不是女孩子的话 朱竹青已经一爪子过去 撕烂她的脸了 看什么看 朱竹青冷冷地瞪着凝蓉蓉 凝蓉蓉这才收回目光 小声嘀咕道 我就看看而已 怎么我就没有呢 其实打架的时候 很麻烦地朱竹青红着脸 小声说道 没关系 我要求不高 有你一半就行了 凝蓉蓉人不死心 你 朱竹青彻底无语了 你叫什么名字呀 哪里人呀 以后我们就是同学了 你的武魂是什么 给我看看呗 凝蓉蓉异常自来熟 让朱竹青有些招架不住 问别人之前 不应该先自报家门吗 朱竹青冷冷地说道 我叫凝蓉蓉 武魂是九宝琉璃塔 你呢 朱竹青心下一惊 九宝琉璃塔 他以前只听说过七宝琉璃塔 难不成是变异五魂 还有 刚刚这货说自己叫什么来着 你姐要杀你 快跑 朱竹青猛地抓住凝蓉蓉的肩膀 把他往队屋外一推 没想到凝蓉蓉没被他推动分毫 反而一脸疑惑地问道 我姐 他什么时候回来的 他不是出海了吗 还有 我不就是在家待你了 出来玩玩吗 真要惹恼了他 他最多罚我体能训练 虽然那些训练 确实挺要命的 朱竹青突然意识到 自己好像误会了什么 转念一想 那种手足相残的变态传统 是代家和朱家的传统 确实不应该发生在七宝琉璃宗 之前的话 当我没说我叫朱竹青 武魂幽名灵猫 宁蓉蓉却没放过他 拉着他一个劲地问 你见过我姐啊 是不是特别强 你在哪见到他的 我跟你说 索托城可是他的封地哦 有他在 我能在城里横着走 朱竹青一脸淡漠 你可以试试 他昨天罚了三个魂师 一人五百斤魂币 因为他们在公共场合打架 没关系啦 宁蓉蓉摆了白手 我是辅助系魂师 哪里会打架 我的意思是 没人敢欺负我 哦 朱竹青了然 那天纯粹就是 朱竹云自己找死 结果被人家干到 差点团面 你有没有觉得 这个学院也太破烂了吧 宁蓉蓉又挑起了一个话题 要知道他之前就读的 可是天窦帝国最好的学院 哪里是这种野籍学院 可以相比的 村口处摆放着一张桌子 桌子后面坐着一名 六十多岁的老者 用木头搭成的拱门上 悬挂着一块 看上去有点破烂的牌匾 上面刻有简单的五个字 史莱克学院在这五个字前面 还有一个绿色的头像 看上去像是一种 人形怪物的头 那桌案后的老者胸前 也带着一个类似的 绿色圆形徽章 应该是史莱克学院的校徽 确实朱竹青出身于 新罗帝国朱家 史莱克学院的破烂程度 的确超出了他的想象 这明显就像是个 普通的小村子 门口的拱门 不但是木制的 而且还没有出击 魂师学院三分之一大一 想到未婚夫在这里 蹉跎时光 他就觉得前路一片黑暗 恨不得踹了他自己单干 算了 来都来了 先看看再说吧 两人达成了一致意见 此时 排在他们前面的 大约有上百个报名者 其中不少人都皱着眉头 显然 心中抱着和他们 同样的想法 坐在桌子后面 负责接受报名的老者 看上去一副懒洋洋的样子 身上的衣服 说得好听点是朴素 怎么看 都像是一个普通的村民 这时 一个少年来到桌案前报名 老者懒洋洋的道 报名费十个金魂币 放在那个箱子里就行了 少年随行的父亲 赶忙掏出十个金魂币 放到一旁 有几块木板定成的箱子里 伸出一只手 少年如言将手伸到老者面前 老者在他手上捏了两下 向他摇了摇头 道 你的年龄不符合 可以走了 少年愣了一下 扭头看向自己的父亲 十几岁的孩子 哪里受得了这个 其父赶忙陪笑道 老师 我儿子只是刚刚才过了 十三岁的生日 您看 是不是能通融一下 老者有点不耐烦的道 不要影响后面的人 学院的规矩 你们不知道吗 我们这里只收 十三岁以下的孩子 超过十三岁 一律不收 你们可以走了 少年的父亲道 那我们的报名费 老者毫不客气的道 一经报名 盖部退还 依然还有三分土性 少年的父亲忍不住怒道 你们这分明就是骗钱 退我们报名费 否则我们就不走了 早知道这所谓的史莱克学院 如此破烂 我们就不该来 老者瞥了他一眼 淡淡地道 木白 有人想要回报名费 你处理一下 旁边地面上 一道人影骤然窜了起来 想要回报名费也行 打过我 全数退还 这人正是戴木白 之前因为坐在一旁 被人群挡住 朱竹青并没有看见他 朱竹青定睛一看 顿时乐了 戴木白的左脸肿得厉害 看着就像半个猪头 凝蓉蓉和朱竹青聊了几句 发现这妹子是真的冷淡 此时见他一副 忍俊不惊的模样 便顺着他的目光望去 哈哈 那人怎么回事 被人打了还赶出来撑场子 凝蓉蓉笑得肚子都疼了 又半张脸 看上去还人母狗样 左边怎么像个猪头啊 谁干的 朱竹青眼中闪过一丝笑意 低声说道 你姐 笑死 凝蓉蓉不顾形象继续大笑 那看来还是手下留情了 朱竹青也忍不住弯了弯嘴角 不过 你刚刚有没有听到 那的老人家提过报名费 盖部退还 凝蓉蓉愣了一下 好像没有 隔得太远 戴木白也没听到凝蓉蓉在笑话她 也不废话 直接催动起自己的魂力 释放出两个百年和一个千年的魂环 澎湃的魂力在空气中产生出无形的压力 邪魔中冷光连闪 看向那对父子只不过他现在这服样子 哪怕是个魂尊 也很难起到威慑作用 不过 魂事之间 魂环永远是最好的话语权 眼看着戴木白身上那包括一个千年魂环在内的三个魂环 少年的父亲最后还是丢下一句算我们倒霉 拉着自己的儿子快不走了 戴木白重新回到一旁坐下 邪眸冷冷地扫尸了后面报名的少年和家长们一眼 威胁的意思很明显 三个魂环带来的压迫力可不是普通人能够承受的 不过这一连串的面目表情 让他差点忍不住叫了出来 他也不是没有找过治愈系魂尸进行治疗 但收效甚微 对方告诉他 这一巴掌蕴含的魂力不是随随便便就能化解的 这一幕结束 排队等候的人立刻少了三分之一 谁也不愿意白花钱 更何况 眼前这史莱克学院的外观实在令人不敢恭维 又一个报名的少年来到老者面前 他是父母都跟着来的 其母信心满满地把十个金币放进木箱中 少年乖巧地伸出手 老者捏了捏他的手 昏黄的目光看了少年一眼 道 正好十二岁 把你的五魂释放出来 给我看看 少年点点头 但绿色的魂力从体内释放而出 一个百年黄色魂环围绕着身体上下律动 百年魂环的气息明显不弱 五魂出现 一根粗长的藤腕围绕着他的身体盘旋 老者摇了摇头 道 不合格 你可以走了 少年的父母本是一副信心满满的表情 听老者说他们的孩子不合格 脸上的神色顿时僵住了 其母忍不住问道 为什么 我儿子在初级学院中 可是高材生您没看到他的魂环是百年的吗 拥有百年魂环的魂师可不多 老者淡淡说道 第一个魂环是百年的自然不错 不过 他只是个普通人 少年的父亲皱眉道 我不明白您的意思 老者有些不耐烦地从桌子后面站起身 不仅是朝着眼前这少年的父母 同时也是向后面排队报名的人道 来我们史莱克学院报名 你们应该先清楚规矩 没搞清楚就来这里 只是白白送报名费而已 现在后悔还来得及 你们知不知道史莱克学院这个名字中史莱克的含义 大部分报名者听了老者的话 脸上都是一片茫然 老者淡淡地说道 史莱克是一种怪物 即使在魂兽之中也是极为古怪的存在 我们史莱克学院的含义 就是怪物学院也就是说 我们这里只收怪物 不收普通人年龄超过13岁 或者是魂力没有达到21级以上的 就不用在这里浪费时间了 唐三和小五因为脸上受伤来迟一步 只好排在队伍末尾 他原本对这史莱克学院有些失望 可听了这老者的话 他心中的兴趣却被勾了起来 只收怪物的学院 这怪物二字的另一个含义 不就是天才吗 一边说着 老者身上突然释放出一股无比强横的气息 在场的学生和家长都忍不住全身一阵站立 浓郁的红色光芒从老者身上骤然释放而出 一根有着无数细密纹路的长棍出现在他右手之中 一共六个魂环从他脚下升起 绚丽的光芒顿时成了全场的焦点 六个魂环的颜色分别是 一白一黄三子一黑也就是一个十年魂环 一个百年魂环三个千年魂环和一个万年魂环 这个看上去像是普通农民的老者 既然是一位六十级以上的魂帝级强者 就算在整个巴拉克王国 这样级别的魂师也绝对是屈指可数的 老者手中长棍落在地上 一声低沉的闷响四散开来 几乎所有人的脚步都亮呛了一下 他朝着面前目瞪口呆的一家三口挥了挥手 下一个魂环的光芒收敛 所有的魂力也在瞬间消失不见 老者又恢复了先前那懒洋洋的样子 仿佛之前那魂帝的气息 并不是他释放出来的一般 如果说之前还有些家长 因为老者的话而不愤 那么现在他们却都是一副 静若寒蝉的样子 谁敢得罪一名魂帝级别的强者 还是拥有万年魂环的魂帝 要知道在战争中 一名魂帝的实力 至少可以对等上千名优秀的战士 那些家长和他们的孩子 眼中的不屑和轻蔑 刹那间荡然无存 一名负责报名的老师 都是六十级以上的实力 那么 这史莱克学院的狮子力量 要强大到什么程度 宁荣荣吃笑一声 就这 他自己的第一魂环 都是十年魂环 按照现在的最佳魂环配置 第五魂环也应该是万年级别的 他怎么好意思 把别人拒之门外的 朱竹青本来也被老者的实力震慑住了 听宁荣荣这么一说 似乎很有道理 他凭什么看不起别人 朱竹青马上和宁荣荣统一了战线 他之前好像也没有提到报名规则 是我没注意听吗 朱竹青眉头微醋 宁荣荣捏紧了拳头 不是 我也没听到他提过规则岂有此理 这不坑钱吗 虽然宁家大小姐不差钱 但他也跟着宁峰智出门谈过生意 像史莱克学院这样 既没有白纸黑字写清楚报考规则 也没有提前口头说明的 分明就是想借机敛财 这种人在七宝刘离宗的黑名单里有一大堆 陈欣和古荣每隔一段时间都要去清理一些 很快 大部分家长脸上都流露出了探婉的神色 默默地带着自己的孩子离开了 在他们看来 12岁达到20级魂力以上 正像老哲所说的那样 那恐怕也真的是怪物才能达到的水平了 原本过百的队列 眨眼间就只剩下了十几个报名者 老哲似乎并不在意学员的数量 继续开始了他的报名工作 能够留下来的人 显然都是有信心通过老哲这一关的 接下来的几个报名的少年魂力 读超过了20级 拥有两个魂环 再交纳了十个金币的报名废货 老哲告诉他们 入学考试的第一关算是过了 可以进入学院进行第二关的考试 但家长不能随考生进入学院 这所学院的风气令人失望 来都来了 咱们去看看呗 朱竹青正想转身离去 宁荣荣忙不迭地拉住了她 实在不行 我就带你去找我姐 她叫思辰 十四岁就已经是魂帝了 让她知道我们修炼不就行了 宁荣荣已经打定主意 自己淋过的雨 也要让朱竹青灵一遍 朱竹青瞪大了双眼 她突然觉得朱竹云能有命 逃回新罗帝国真的是祖宗保佑 作为新罗帝国朱家的小女儿 她怎么会不知道 那个被新罗皇室 是位眼中钉的异性王爵呢 本来天斗帝国和新罗帝国 还算实均力敌 现在天斗帝国有了一名 注定要成为封号斗罗的天才少女 想必过不了几年 天斗帝国就会向新罗帝国 发动战争 由于已经排到了前面 他们自然也能够近距离地看到 坐在老者后面的戴木白 戴木白不但是负责正常的 同时也负责将出世合格的学员 带入学院之中 站在宁荣荣和朱竹青身后的唐三 正在和戴木白用眼神相互交流 突然 一声轻一支声 拉回了他们的目光 负责接待报名的老者 脸上流露着震惊的神色 此时 站在他面前的宁荣荣 正收回了递出去的手 请问 我可以通过出世了吗 宁荣荣客气地问道 唐三从戴木白 看向宁荣荣的目光 就能猜到 他一定长得很漂亮 因为戴木白那邪谋之中 流露出的事 已经不是冰冷 而是像色狼一样的光芒 配着他那半张猪头脸 显得极其猥琐 老者脸上的惊讶 渐渐收敛 皱眉道 你这魂环怎么回事 还有 你来这里 家里人知道吗 宁荣荣刚要开口回答 一阵禁风扫过 老者身旁的戴木白 又挨了一巴掌 这次思辰没有把他扇晕过去 但在场所有人都看得到 他那半张完好无损的脸 也肿了起来 思辰拍了拍手 刚刚怎么看都不顺眼 这下终于对称了 你是何人 竟敢在史莱克学院撒眼 老者再次站起身 龙文棍入手 怒视着思辰 我是所托城的城主 有人举报你们 打着办学的名义 非法敛财 我来调查一下 思辰身手 拿起存放报名费的木箱 晃了晃 哟 这是骗了多少学生家长的血汗钱啊 年轻人 哪怕你是城主 我也要劝你一句 不要多管闲事 老者阴沉着脸 不然我就只好替你的长辈 教训教训你了 老东西 你要搞清楚 这里虽然是所托城外围 但也算是我管辖的地区 在你教训我之前 我能让你们史莱克学院全体 卷铺盖滚蛋 思辰邪逆着老者 毫不客气地说道 还是说 你也想挨打 五根闪着寒光的利爪 从思辰右掌弹出的瞬间 站在宁荣荣身后的朱竹青 忍不住哆嗦了一下 老者身为魂帝 自然比戴木柏等人 更能感受到思辰的修为远高于他 他紧握着龙文棍 一时半会儿也不敢轻举妄动 他有种感觉 要是被那暗金色的爪子挠上一下 他这条老命就得交代在这里了 就在思辰跟老者交涉的时候 朱竹青悄悄地问宁荣荣 他平时都是这样先兵后礼吗 宁荣荣也被思辰的突然袭击吓了一跳 我不太清楚 我从小到大都没见过他打人 我只见过他挨打 朱竹青马上露出一副小猫疑惑的表情 这种人还会挨打 挨谁的打 第109章香肠专卖 就在宁荣荣和朱竹青 说着悄悄话的时候 思辰把装着金魂币的木箱 推到了他面前 去把钱还给那些学生家长 宁荣荣点点头 马上抱着木箱 去找那些学生家长了 朱竹青犹豫了一下 也跟着跑了过去 小丫头 你这么做 就别怪老夫不留情面了 老者哪能眼睁睁地看着 好不容易坑来的钱 又被送回那些冤重家长手里 立刻挥动手中的龙文棍 对着思辰当头砸下 思辰用暗金孔爪 轻轻松松地架住了龙文棍 袭击成主 最佳一等偶接着 他反手将龙文棍握住 锋利的爪子划过棍身 发出了令人牙酸的切割声 老者脸色一变 六个魂环不断闪耀 释放着一个个魂迹 试图抵挡那恐怖利刃的切割 可是龙文棍本体 却在剧烈地颤抖着 他清楚地看到 棍身上开始出现一道道裂缝 终于 龙文棍在暗金孔爪的切割下 断裂开来 一口鲜血从老者口中喷出 由于五魂破碎 他自身也受到了剧烈的反噬 周围又开始喧哗了起来 明荣荣和朱竹青的效率很高 家长和学员们都拿回了报名费 也有一部分爱看热闹的家长和学员跑了回来 刚好看到老者被丝尘一爪捏碎的五魂的一幕 要说最能和老者感同身受的 当属肿着半张脸的小五 当初他的腿也被丝尘捏在手里 要不是当时有个神秘人一锤子砸过来 说不定他的腿就要废了五魂破碎之后 休养一段时间还能自行凝聚 可腿要是没了 那他就彻底废了 面对不用五魂就把自己的龙蚊棍捏碎的丝尘 老者大气也不敢出一声 只好把气撒到宁荣荣和朱竹青身上 你们不是来加入史莱克学院的吗 怎么还向着外人 朱竹青有些无语 他还没报名呢 宁荣荣则是装出一脸害怕的样子 柔弱地说道 老师 要是我不照做的话 我怕他连我一起打 丝尘无语地看着宁荣荣 几年不见 胡说八道的本是舰长啊 自己什么时候打过他了 宁荣荣脚狭地眨了眨眼睛 丝尘到现在都没跟他相认 说明他现在并不想让史莱克的人 知道自己跟他的关系 见宁荣荣领会到了自己的意思 丝尘转身走向唐三和小五 一下子全干翻 有什么意思 像史莱克这种野鸡学院 得慢慢磨 磨到他们就算不在他的地盘办学 也不敢在其他地方敛才行 丝尘经过唐三和小五身旁时 小五再也不敢跳出来挑衅了 反而一改往日嚣张的性格 色缩在唐三身后 生怕他看自己的脸不对称 一时兴起再给自己来一巴掌 唐三则低着头 握紧了拳头 不知道在想些什么 虽然看不到唐三的表情 丝尘还是经过他身旁的时候 轻描淡写地说了一句 别担心 你那张脸 我不稀罕打第二次 唐三的表情一瞬间变得无比扭曲 配上他那肿着的半张脸 如果不是低着头 一定会把周围的人都吓跑 好好玩吧 思辰向宁荣荣魂里传音 思辰赚完一波人气之后 就离开了 宁荣荣拉着朱竹青走到老者面前 老师 还要不要继续报名啊 都说有教无类 只要我们符合学院的要求 你们没有理由不收我们吧 老者在戴木白的搀扶下 勉强站了起来 戴木白平时在狂妄 在老者被捏碎五魂之后 也不敢再坑一声 思辰连魂地都能干翻 更别说他这个魂尊了 还有命站在这里就不错了 把手伸出来吧 老者示意朱竹青伸手 今天坑的钱几乎都还回去了 现在留下来的 也就面前这几个年轻人了 蚊子腿再少也是肉啊 思辰离开后 戴木白觉得自己又行了 他直勾勾的盯视着 正在侧古灵的朱竹青 似乎看到了什么 不可思议的事物一般 紧接着 他隐邪的目光 就落在了朱竹青胸前 唐三下意识地 顺着戴木白的目光看去 虽然没像戴木白那样失态 但心头也是暗暗一阵 你们报不报名 老者的声音 将唐三的思绪 拉回唐三手上一腾 扭头看时 发现小五正恶狠狠地 瞪着自己 我们一起报名 唐三强人手上的疼痛 将早已准备好的 二十个精魂笔交给老者 和小五一起把手伸了出去 老者先在小五手上捏了捏 点了下头 道 你的年龄合适 当他的手转移到唐三手上时 捏了几下之后 似乎有些不幸邪适地 在唐三手上又捏了几下 脸上的神色 顿时变得古怪起来 他抬头看向唐三 问道 你手上是不是练习了什么魂迹 他之所以要捏捏报名者的手 就是通过报名者手掌骨骼 来辨认真正的年纪 这是不能作假的 可唐三的手捏上去 却极为柔韧 怎么也感觉不清骨骼的情况 唐三心中一领 点了点头 道 是的 老者皱了皱眉 把你的小腿抬起来 唐三一眼将自己的小腿抬起 放在桌案上 老者隔着裤子 在他小腿上捏了几下 唐三顿时感觉到一阵酸麻 老者向他点了点头 道 肌肉发育不错 骨灵合适好了 释放出你们两个的武魂吧 唐三和小五按照老者的要求 催动体内的魂力 蓝 红两色光芒同时升腾而起 两个百年魂环盘旋而上 拖而生出 白绒绒的毛发出现在小五双手之上 身躯也随之变得更加修长 唐三掌心中则生长出了最普通的蓝蚓草 随着魂环效果的注入 飞快的变化成了那天和戴木白战斗师一样的草藤 老者对小五只是随便看了一眼 目光就落在了唐三身上 竟然是蓝蚓草 蓝蚓草也能修炼得这么快吗 唐三微微一笑 道 老师 你们这里不是只说怪物吗 我这算不算是怪物呢 老者脸上难得流露出一丝笑容 确实是个小怪物木白 带他们进去话虽如此 他更属意的怪物还是凝蓉蓉 刚刚除了朱竹青和他 谁也没有看到宁蓉蓉身上那三个魂环 第一魂环黄中透紫 第二 第三魂环居然是紫色的千年魂环 是戴木白迎上来 向唐三露出一个笑容 但他的眼神似乎还是注视着朱竹青 在戴木白的带领下 四名新生跟他一同走进了史莱克学院 也就是那个村子 进入村子 能够看到的全是木制建筑 这里的建筑用简单朴素四个字来形容 再恰当不过 没走多远 戴木白带着他们来到了一片空地上 周围是木屋 这片空地大约有五百平米左右的样子 正好在史莱克学院的正中央 你们先等一下 我去看看李玉松老师 他刚刚可是受伤不清 戴木白说完 便折返回去看 之前那个负责报名的老者了 先前通过出事的考生就在前面 明显的魂力波动 令空气不规则地颤抖着 正在这时 一个软绵绵的声音响起 卖香肠 卖香肠了 瞧一瞧 看一看 走过路过 不要错过奥斯卡牌香肠 魏美香甜 价格便宜 量又足 只要五个铜壁一根 吃了奥斯卡牌香肠 保证你们更容易通过入学考试 众人侧头看去 只见在不远处 一个人推着一辆车 正在那里叫卖 阵阵肉香从车上传出 已经有些排队的学员走过去买了 推车后面站着的那个人一身简单的灰衣 整齐的短发 满脸的落腮胡子 可却有一双大大的桃花眼 目光流转之间 专门看向考生队伍中的女孩子 很难相信 那种软绵绵的女生 竟然会是从一个外貌如此粗豪的 大汉嘴里发出的 唐三向小五道 前面还有几个人 你早饭也吃得不多 要不要吃根香肠 小五歪着头道 闻起来还不错 那就试试吧 唐三点了点头 带着小五朝推车的方向走了过去 宁荣荣也拉着朱竹青跟了过去 离得近了 能够看到那个卖香肠的人身高和自己差不多 推车上还钉着一块木板 上面刻着四个字 香肠专卖 摊主一看有人过来 立刻热情地道 来跟香肠吗 奥斯卡牌香肠 童走无期 味道最有保证 唐三微笑道 大叔 麻烦你给我两根 那摊主脸上的神色突然变得僵硬无比 你 你叫我什么 唐三也愣了 我叫您大叔啊 有问题吗 当然有问题 问题还很大兄弟 我今年才十四岁 你竟然叫我大叔 摊主不满地嚷道 没看出来十四岁 看着挺像四十岁的宁荣荣毫不客气地吐槽 摊主看到宁荣荣的瞬间 眼睛都亮了起来 没错 我叫奥斯卡 今年十四岁 史莱克学院初期生学妹 你不能因为我的毛发茂密了一点 就这么说我吧 宁荣荣和朱竹青无语地对视了一眼 这人看着不太正常啊 奥斯卡从自己的推车上拿起两根竹签子 穿了两根足有十里米长的香肠 撒上调料后 撒上香肠之前一直是在推车上的炭火盆上烘烤着 散发着浓郁的香气 兄弟 别介意啊 女士优先 奥斯卡向唐三笑了笑 接着快速穿了两根香肠给他 没事的 学长 真不好意思 刚才是我失礼了唐三取出一个银币递给他 奥斯卡软绵绵地说道 没关系 以后多多光领我的香肠专卖就好了 等等 你这香肠怎么不改花刀啊 宁荣荣突然问道 以前司成和兰亭旭给他烤的香肠和鸡翅都改了花刀 据说改了花刀的烧烤吃起来更香 哎 学妹 什么是改花刀啊 奥斯卡疑惑地问道 你让让 我给你演示一下 宁荣荣把奥斯卡挤到一边 取出一把小刀 拿起几串香肠 用小刀转着圈斜斜地切了十几刀 翻转了几次之后 再放进炭火盆里烘烤不一会儿 改好花刀的香肠 被烤的外皮起皱开花 撒上调料后 宁荣荣将烤肠递给了奥斯卡 尝尝 是不是比你烤得好吃 奥斯卡正正地接过烤肠 他本来存了些龌龊的心思 可现在 他下意识地咬了一口烤肠 比他自己烤得好吃了不知道多少倍 焦香的外皮混合着辛辣的调料 让他顾不得烤肠烫嘴 几口就吃完了一串烤肠 宁荣荣把剩下的烤肠分给了其他人 自己也拿起一串咬了一口 吃完一口之后 他愣住了 你是食物系浑屍 烤肠入腹之后 立刻变成了一股热流 形变全身 宁荣荣明显感觉到精神一震 身体似乎充满了力量 难怪之前奥斯卡说 吃了更容易通过烤盒 出身于七宝琉璃宗 食物系浑屍制作的食物 宁荣荣自然见过吃过 但他以前吃过的 却没有一个能像奥斯卡的香肠 产生作用这么快 哪怕是一名魂宗级别的食物系浑屍 也无法做到这一点 这完全是武魂天赋上的问题 对啊 我还是先天满魂力呢 奥斯卡骄傲地挺起胸膛 真的假的 辅助类武魂怎么会有先天满魂力 宁荣荣大吃一惊 不过事实由不得他不幸 因为香肠的效果证明了这一点 在魂世界 先天满魂力者虽然少 但也不是没有 可辅助类武魂却从没有出现过 宁荣荣的武魂在觉醒的时候 达到了九级的程度 距离先天满魂力只有一步之遥 这已经是辅助类武魂中 激挺的存在了 人才啊 宁荣荣眼前一亮 等他在这里玩够了 就把奥斯卡也打包带走 让他和朱竹青一起淋浴 没想到学长这么厉害 等我考核通过之后 咱们再好好聊聊 宁荣荣冲奥斯卡甜甜一笑 好好好 学妹加油哈 我在史莱克学院等着你 奥斯卡心花怒放 他对宁荣荣可以说是一见钟情 没想到对方对他也很有兴趣 你们在干什么 戴木白怒吼一声 急忙跑了过来 奥斯卡一看到戴木白 顿时露出一脸苦笑 戴老大 要不要来跟香肠吃 去死 戴木白没好气地瞪了他一眼 你真给学院丢人 我好像不止一次警告过你 不要在学院里面卖香肠 难道你想让所有人都呕吐吗 各位 这香肠不能吃 唐三疑惑地问道 为什么 我们都觉得挺好吃的 什么 你们都吃了 戴木白目瞪口呆 他转向奥斯卡 抓起奥斯卡的衣领就要揍上去 你这人一言不合就怎么打同学啊 宁荣荣出言阻止 他抢你生意了 戴木白脸上的神色变得有些古怪 小奥 你弄根心的香肠出来 奥斯卡的神色顿时变得尴尬起来 戴老大 不用了吧 怎么说我们也同窗了几年 你这样会让新来的学弟学妹对我有怨念的 戴木白冷哼一声 道 谁管其他人 我只是给唐三的提醒而已 唐三是我兄弟 可不能上你的当快点 别让我动手 奥斯卡显然是惹不起戴木白 无奈之下伸出了自己的右手 有些猥琐的用他那软绵绵的声音叫了一声 老子有根大香肠 黄色光芒骤然在他掌心之中凝聚 两个黄色光环从脚下升起 紧接着 一根和炭火盆里一模一样的香肠 出现在他掌心之中 啊 当唐三听到奥斯卡那句 老子有根大香肠 的时候 整个人就都僵住了 接着 他和小五只觉得胃里一阵翻涌 一起吐了出来 凝蓉蓉和朱竹青也是脸色发青 不是因为奥斯卡的魂咒 而是被唐三和小五当众呕吐的行为恶心到了 心里脏的人 看什么听什么都脏 凝蓉蓉嫌疑着唐三和小五 这都什么人啊 朱竹青深以为然地点了点头 听到凝蓉蓉为自己说话 奥斯卡感动得不行 赶忙解释道 我这也是没办法 食物系五魂在使用的时候 想让食物发生变化 就必须要配以不同的魂咒 我这句话是咒语 不是我想喊的 而且 我的香肠品质绝无问题 戴木白瞪了他一眼 你给我小心一点 卖香肠也到学院外面卖去唐三 你好点没 我带你们去通过考试 唐三愿读地看了奥斯卡一眼 小五更是直接跳起来 指着奥斯卡让他赔钱 奥斯卡只好自认倒霉 将那枚银魂币还给了唐三 不过他早就习惯了被别人嫌弃自己的魂咒 今天宁荣荣和朱竹青不嫌弃他制作的香肠 他就非常满足了 戴木白带着唐三和小五回到了队列中 宁荣荣和朱竹青还留在原地 学长 别灰心了 既然那个猪头不让你在学院里卖 你可以去索托城里卖啊 宁荣荣提议道 普通人吃 只能卖给魂师 宁荣荣想了想 这有何难 索托城不是有大豆魂场吗 你去大豆魂场门口卖啊 肯定供不应求 奥斯卡眼前一亮 好主意 我怎么就没想到呢 谢谢你 我明晚就去摆摊 学妹你要一起去吗 我看你考尝手法娴熟 要不你叫我考 我可以出学费的 行 就这么说好了 我先去考核了宁荣荣 跟奥斯卡约好时间之后 就和朱竹青一起回到了考核队列里 一直跟在宁荣荣身后的朱竹青 突然低声问道 你对他很有兴趣 宁荣荣小声回答道 别说我了 先天满魂里的食物系魂师 我全家都会对他感兴趣的 等他成长起来 一个人就能负责整个七宝琉璃宗的后勤 他从小就被宁荣制当成继承人培养 慧眼识人加以拉拢 可是未来宗主的必修课 第110章第一辅助 当宁荣荣和朱竹青回到队伍里的时候 却听到戴木白对唐三和小五说 走吧 我带你们通过考试去 不用排队了 唐三推辞道 这样不好吧 戴木白大大咧咧地说道 放心 我可不是训思 这是你们应得的待遇一边说着 带着两人就朝队伍前面走去 负责第二轮考试的 也是一名年长的老师 因为之前去买香肠 他们还没来得及看这边考试的内容是什么 戴木白走到那个老师身边 在他耳边低语了几句 又指了指唐三和小五 老师点了点头 道 行 你带他们直接去第四关吧 通过了就录取 戴木白回到唐三和小五身边 就要带着两人朝学院更里面走去 可排队的考生们却不干了 一名考生不服气地问道 老师 这是怎么回事 为什么他们可以免试进入第四关考试 我们却要一关关地通过 年长的老师淡然道 如果你的魂力也是超过二十五级的 那么 也可以直接去进行第四关考试 不用在我这里耽误时间 可你现在测试出的魂力只有二十一级 那么 就必须要一项一项地通过 考生疑惑地问道 他们的魂力有二十五级以上 这不可能 我们都才十二岁 怎么会有那么高的魂力出现 能够站在这里的 都是魂力超过二十一级 而且年纪不超过十三岁的少年 在原本的初级学院中 像他们这样的存在 无疑都是学院中 众星捧月的角色 可来到这史莱克学院 却连连碰壁 心情难免会出现一些变化 戴木白冷哼一声 自己不行 不要以为别人也不行 我进入学院的时候 魂力就是二十五级唐三 给他们看看你的魂力 一边说着 他从桌子上 拿起一块白色的水晶 扔给唐三 测试水晶根据等级不同 颜色也不同 这种白色水晶正是做三十级以下魂力测试的 如果魂力超过三十级 那么就会直接将水晶称爆 唐三这才明白 为什么戴木白说 通过这一关考试 是他们应得的待遇 显然 这一关测试的是考生的魂力 当下 他也不开口 结果白色水晶 直接将自己的玄天宫内力注入其中 刹那间 唐三手中白光大放 白色水晶变得像钻石一般璀璨 强烈的光芒布满了水晶的每一个角落 这分明就是即将达到三十级的象征 负责测试的老师 脸上流露出一丝玩味的笑容 看来 我们史莱克学院 今年又要迎来一个不错的小怪物了 唐三面带微笑 将手中的水晶递给小五 他可不希望别人说小五的闲话 对于小五 他是绝对有信心的 同样的白光再次闪亮 彻底堵住了其他考生的嘴 他们看着唐三和小五的目光 也顿时变得怪异起来 十二岁就达到二十九级魂力 这是人力所能达到的级别吗 不过 怪物的称号并不只是出现在 唐三和小五两个人身上 竹青 你先来被宁荣荣笑嘻嘻地说道 他要做最后那个震惊全场的人 小五刚想把水晶递出去 却发现自己手中的水晶不见了 朱竹青已经悄无声息地出现在他身边 紧接着明亮的白光再次闪耀 正是二十七级魂力的水准 朱竹青测试完之后 将水晶轻轻抛向宁荣荣 宁荣荣握住水晶 注入魂力的瞬间 强烈的光芒蔓延至水晶的每一个角落 紧接着水晶出现了一道道裂痕 随着清脆的爆裂声响起 水晶在宁荣荣手中彻底化为积粉 水晶爆裂的瞬间 全场鸦雀无声 怎么可能 第一个出生的是唐三 他不敢相信眼前这一幕 他的老师明明说过 同龄人中没有人的魂力能够超过他 可现在这种情况又是怎么回事 负责测试的老师这才回过神来 脸上流露出掩盖不住的震惊 怪物年年有 今年特别多一下就是四个 还有一个居然是魂尊 好好看来 我有希望家心睡了木白 你带着他们寺 各一起去第四关吧 是戴木白恭敬地答应一声 邪某友 邪复杂地看了宁荣荣一眼 这才转身向学院内部走去这一次 再没有任何学员提出意义实力 已经证明了一切 四名考生中 就只有唐三和戴木白的关系还算不错 唐三一边跟着他向里面走 一边问道 戴大哥 入学考试一共只有四关吗 戴木白点了点头 道 一共是四关第一关 你已经经历过了 就是将魂力不足二十一级 或者是年纪超过十三岁的考生 剔除这一关过卢调的人 是最多的第二关 是进行魂力评测和武魂鉴定 光有强大的魂力 是不足以证明未来发展潜力的 这一关主要还是检测武魂 只要武魂拥有充分发展潜力 并且在之前修炼中 发展方向正确的魂师 才能够进入第三关 当然 如果武魂极为特殊怪异 也能够入选 奥斯卡当初就是这么入围的 对于戴木白的话 唐三很容易理解 毕竟 玉小刚在这方面给他灌输的思想 已经非常多了同样的武魂 选择的发展方向不同 未来的成就也不同 这第二关主要就是筛选 这些考生武魂本身的强弱 以及前两个魂环 是否有发生冲突而影响到 以后修炼的可能 戴大哥 可我的武魂是莱茵草 应该属于最没有发展潜力的武魂 为什么 唐三虽然这么说 但心里还是有些自负的 把蓝银草修炼到这种程度的 这个世界上恐怕也只有他一个人 戴木白摇了摇头 你也不用自签了 你的实力如何 我还不知道吗 学院有规定 如果报名的考生魂力超过25级 那么 不论武魂是什么 都可以直接通过第二关和第三关的考验 就像一粒降会 哪怕你武魂本身的品质差一些 但你的魂力远高统计 凭借着魂力上的优势 依旧会成为一名强大的魂师 小五忍不住问道 第三关考试是什么 戴木白介绍道 第三关是考验考生 对自身武魂的应用程度 光有魂力和发展潜力是不行的 同时还需要拥有自身 对武魂的控制力 越是高等级的武魂 越难以控制 很容易出现问题 如果对武魂的控制 不能达到一定程度的话 那么 这就证明魂师本身不够勤奋 这样的学员我们也是不收的 唐三立刻明白了他的意思 戴木白说的对 有些武魂是很难控制的 就像他的第二武魂 那柄怪异的锤子 自身重量奇大无比 而且随着他魂力的增加 那柄锤子的重量 也在不断增强 唐三自问 就算是使用乱披风锤法 在全胜状态下 他也只能将那柄锤子挥动三下 不等小五再问 戴木白直接将第四关的考验 告诉了他们 第四关是考验实战经验的 有些学员本身的武魂不错 对武魂控制也不错 但这些人从小生活在贵族家庭 长在秘贯之中 对于外界的一切 根本就没有什么了解 更不用说战斗了这样的学员 学院也是不收的院长大人说过 娇生惯养的一律不要 听了戴木白的话 跟着他的四个人 同时沉默了片刻 凝蓉蓉和朱竹青 突然有种转身就走的冲动 不收贵族 怎么不早说 算了 来都来了 通过之后再走也不迟 还是小五忍不住先开口 你们这是挑学员 还是挑老婆 这也太严格了吧 难怪门口那老师说 你们这里只收怪物 能够通过这四项考试的 恐怕也只有怪物了 我想请问一下 史莱克学院现在有多少名学员 每年能够招收到多少名学员 这次轮到戴木白脸上 露出苦笑了 我们史莱克学院 从成立到现在 二十年里 一共录取了四十二名学员 平均一年 有两个多一点吧 今年你们四个 要是都被录取了 也算是创下了记录 在这之前 学院已经有两年 没有录取过学员了 目前学院里 正在学习的学员 算上我一共还有三个 三个 唐三和小五 同时惊呼出声 戴木白自嘲地笑了笑 整个斗罗大陆 我们可以算是唯一一个老师 比学员多的学院了 就算录取了你们以后 我们学院的学员数量 也绝不会超过老师 唐三问道 这样的话 学院怎么能生存下去 没有生员 就应该没有收入吧 戴木白理所当然道 否则你以为 为什么学院 会在这么个小村子里 就是因为缺乏资金 如果不是我家里 还赞助了一些 恐怕学院去年就关门了 今年要是再招不到学员 那么 我们再读的三个人 就将是史莱克学院 最后一批学员 宁容容皱眉道 那为什么学院 不放松一些 入学考试的要求呢 我看报名的人 也不算少 该不会真的是 打着办学名义 来坑钱的吧 戴木白脸上 流露出一丝尊敬的神色 院长大人说过 宁缺无赖 不论什么时候 哪怕是史莱克学院关门 也绝不收废物 只要怪物 你知道学院的毕业条件 是什么吗 我们这里 既不是中级魂师学院 也不是高级魂师学院 因为我们的要求 与他们都不一样 我们只要13岁以下的学员 而且必须是天赋异禀 而学院的毕业条件 是要超过40级 并且是在20岁之前 超过40级 达到魂宗的程度 才允许毕业 学院一共录取过62名学员 但真正毕业的 却只有14个人 这14个人离开学院之后 无一不成为了 举世瞩目的人物 其中最出色的一位 现在已经是 武魂殿中的 最年轻的长老 权威仅次于教皇 其余没有毕业的 都是无法在20岁之前 完成40级修炼 和在猎杀魂兽时 死亡的院长大人说过 不够41级 就不要出去给他丢人 说到最后 戴木白的情绪 明显变得激动起来 对于那位史莱克学院的院长 他显然是极为尊敬的 唐三笑了 对戴木白说道 我很庆幸 能够来到这里 宁荣荣还不知道 司臣已经是 武魂殿的裁决长老了 但听戴木白这么一说 他还是忍不住 想起了司臣 请问这位学长 那个武魂殿长老 叫什么名字 宁荣荣冷不丁地 向戴木白发问 你刚刚说 学院成立有20年了 按照招生标准 今年那位长老 应该不超过33岁 可是想要成为 武魂殿长老 要么他是一名封号斗罗 要么他有媲美封号斗罗的实力 请问他是哪一种 啊 戴木白瞬间被问住了 这我也不太清楚 都是院长告诉我的 也有可能是名誉长老 对吧 名誉长老并不要求 有封号斗罗的实力 宁荣荣说道 对 你说的很有道理 戴木白用那张猪头脸 对宁荣荣露出了一个 自以为帅气的笑容 这学妹真上道 还会找台阶给他下 估计是被他英俊潇洒的外表折服了 那他也太抠门了吧 宁荣荣画风一转 都做到长老级别了 还不给学院捐点钱 戴木白急忙为院长招补 那是因为院长不收 哦 宁荣荣不再追问 他算是明白了 这就是个坑蒙拐骗的野鸡学院 还荣誉长老呢 真是笑死人了 他父亲就是武魂殿的荣誉长老 戴木白终于松了口气 宁荣荣要是一直打破砂锅问到底 他还真答不上来 到了戴木白停下脚步 此时 他们来到了另一片空地 这里比之前第二关 那里就要小上许多 一名看上去五十多岁的中年人 正坐在一张椅子上瞌睡着 赵老师 我带人来进行第四关考核了 嗯 今年有来第四关的了 竟然还是四个中年人 睁开朦胧的睡眼 有些惊讶地看着面前的 四个少年男女 似乎是见到了什么 不可思议的事情 那两个就是昨天 跟你一起挨打的吗 他指着唐三和小五问道 因为他们都肿着半张脸 还有 你的脸怎么回事 又被打了 小白啊 你惹事也就算了 别惹等级比你高那么多的 听院长说 那丫头三年前就是魂帝了 你这不就是找死吗 这段时间都给我低调点 别让那死丫头抓到把柄 她可是有封号斗罗撑腰的 听到没有 戴木白急忙岔开话题 这些学弟学妹都是免除了第二和第三观测试的 魂帝 唐三心里一惊 看那个女孩的年龄 应该就是把自家老师坑得身败名裂的飞天王爵了 早知如此 刚刚就该直接用暗器解决她 赵老师眼睛一亮 从椅子上站起来 她的身材不高 相貌很普通 但看上去却极为结实 比12岁的唐三还要矮上一些 但却给人以雄壮的感觉 宽阔的肩膀就像是城墙一样 外套根本无法掩盖住她那一身 像是钢铁铸造一般的雄壮肌肉 脸上的表情虽然和气 但壮硕的身材无形中 就会给人一种强烈的压迫感 四个都超过了25级 不错 不错 看来今年的小怪物不少嘛 我就是最后一关 通过我的考验 你们就能正式成为史莱克学院中的一员 不过 我的考验 可不是那么容易通过的实战经验 是每一名魂师实力必须要拥有的 我所考核的 就是你们在这方面的能力 她的目光从四人身上扫过 温和地说道 我叫赵无极 既然你们四个都是免测通过二 三关的 那我就亲自陪你们玩玩吧 现在我给你们一炷香的时间相互了解 商讨一炷香之后 测试开始测试的内容 是你们四个人联手抵挡我的攻击 一炷香时间 只要有一个人能够坚持到最后 都算你们过关 我希望你们明白 不要试图取巧 没有人能够用速度逃离这个范围的同时 我也可以提醒你们 凭借一己之力也不可能挡住我的攻击 相互协调配合是你们唯一成功的机会 赵老师 这不太好吧 戴木白迟疑地说道 赵无极瞪了她一眼 有什么不好的 院长不在 学院离我最大 我说好就是好好了 我要点香了 你们时间不多 自己做准备吧 小白 你也可以把我的实力特点告诉他们 让他们有点准备 说完这句话 也不知道她从什么地方摸出一根香来 手指在香头上一搓 竟然直接将香点燃 弹指之间 香已经插进了地面 并且没有丝毫颤抖 做完这些 赵无极重新坐回自己的椅子 闭上眼睛继续睡觉 赵无极 那个被武魂殿通缉的魂帝 宁荣荣忍不住服额 这哪里是学院 这是匪窝吧 戴木白洋洋自得 道 没错 当初赵老师曾经与武魂殿有过节 武魂殿想要惩罚他 可却被他硬是从16名主教的围攻中冲了出来 后来那件事也就不了了之了武魂殿的主教 至少都是60级以上的魂帝级强者 那时赵老师应该也只有60级级 不过他现在已经是76级的魂圣了 综合实力仅次于院长大人 唐三和小五的瞳孔几乎同时收缩了一下 76级 在他们的印象中 别说还不到30级的他们 就算是面对万人大军 魂圣级别的魂师也能够纵横自如 小五不敢置信地问道 他有76级 可他的年纪看上去比门口那位老师要小很多 戴木白淡然道 年龄从来都不能代表一切 要知道我们这可是培养怪物的学院 宁荣荣身以为然 确实 刚刚那个打你脸的漂亮姐姐 也才18岁啊 戴木白苦笑道 我当初哪里知道他是剑斗罗的学生 我要是知道也不至于挨打了好了 别说那些没用的了 大家听我说 原本赵老师只是负责第四关的监考而已 你们的对手应该是我 只要能够在我手上撑过一炷香的时间 就算通过了可谁知道今天他哪根弦不对 竟然要亲自出手 赵老师的武魂是大力金刚熊 是一种强力受武魂全身毫无破绽 防御力极其恐怖 哪怕是和他等级相同的魂师 也很难破开他的防御对他造成伤害 尽管速度并不是赵老师所擅长的 但你们和他的魂力差距实在太大 在这方面也不可能比他更快 赵老师最强的就是攻击力量和防御力 在学院里有不动冥王的绰号 别说是你们四个 就算再加上我也未必能够挡住他一炷香的攻击 现在我只是希望赵老师在攻击你们的时候 不要那么认真才好 可能是吃得太饱 撑得慌把宁荣荣撇了撇嘴 行了 别这么没大没小 代目白不满地瞪了宁荣荣一眼 要不是看在他也是魂尊的份上 他才不会那么客气 听好了 赵老师的七个魂环中 前两个是百年魂环 第三魂环和第四魂环是千年 后面三个魂环全部是万年而浅 七个魂环附加的都是攻击和防御 你们应该能够想象到他的恐怖现在 你们先相互认识一下 爆出自己的姓名和能力 看看应该如何配合才能抵挡赵老师的攻击 唐三第一个开口 我叫唐三 气五魂蓝莹草 二十九级控制系战魂师 小五看唐三说话了 第二个说道 小五 兽五魂兔子 二十九级强攻系战魂师 朱竹青依旧冷漠 淡淡地说道 朱竹青 兽五魂幽名灵猫 二十七级闽攻系战魂师 最后是宁荣荣 他微微一笑 宁荣荣 气五魂九宝琉璃塔 三十九级辅助系 气魂师 他话音刚落 所有人的目光都集中在了他身上 就连赵无极都瞪大了眼睛 唐三的骄傲在一瞬间 被宁荣荣的魂力等级积得粉碎 九宝琉璃塔 难道是变异五魂 不可能 就算是变异五魂 也不可能是三十九级 不应该是这样的 你是不是服用过什么药物 他不能接受宁荣荣和他一样的年纪 但魂力等级却比他高整整十级 戴木白也是一脸震惊 他现在的魂力也才三十七级 可他比宁荣荣大 整整四岁 如果说他是怪物 宁荣荣就是怪物中的怪物 宁荣荣拧着眉 你这人怎么回事 见不得别人比你厉害是不是 虽说他刚觉醒五魂 就吸收了思辰送给他的起锣玉金香 可这些年来 他付出的努力 可比同龄人多了不知道多少倍 他离开天斗皇家学院的时候 已经是学院第一辅助了 不仅给队友提供辅助 甚至能帮着队友清理对手 当然 像玉天恒那一类的强攻系 他就无能为力了 你拽什么 该不会被说中了心虚了吧 靠歪门斜道提升上去的实力 有什么了不起的 待会儿考核 可别拖我们后腿 小五跳出来 指着宁荣荣的鼻子骂道 宁荣荣也怒了 有本事单挑 看我不把你另一边的脸也打歪 唐三刚想为小五找回场子 朱竹青上前一步 和宁荣荣并肩站在一起 唐三和小五没看到宁荣荣的魂环配置 他可看得一清二楚 第二魂环就是千年起步 怎么可能是靠药物提升实力的 这得有多强的身体素质 才能月脊吸收魂环 在他看来 唐三就是吃不到葡萄 说葡萄酸的酸鸡罢了 好了 考试要紧 戴木白赶紧出来打圆场 内斗对大家都没好处 你们四个的搭配倒是不错 没有重复系别的五魂 如何抵挡赵老师的攻击 你们自己决定吧 唐三马上清醒过来 不情不愿地服软 抱歉 是我太激动了 我们还是想想怎么应付考核吧 宁荣荣冷哼一声 转头跟朱竹青商量对策 反正又不是要打败赵无极 只要拖延时间就足够了 朱竹青是闽攻系 擅长闪避突袭 而他自己的速度也不慢 虽然不如闽攻系浑师 但论速度和耐力 除了思辰 他能耗死整个天斗皇家学院的学生 嗨嗨 唐三清了清嗓子 试图吸引所有人的注意 那么 我来安排战术 宁荣荣负责辅助我们三个 小五负责主攻 我负责控制赵老师的攻击 尽可能限制住他 同时辅助小五进行正面攻击朱竹青 麻烦你凭借速度 从侧翼进行牵制 小五毫不犹豫地点了点头 宁荣荣和朱竹青 却用不赞同的目光盯着唐三 为什么大家都要进攻 唐三你和小五牵制赵无极 我辅助竹青逃跑 他说逃不了就真的逃不了吗 难道大家一起进攻 就能撑到考核时间结束吗 宁荣荣很清楚 在战力极其不对等的情况下 一窝蜂进攻的后果 只会是全军覆没三个大魂师 加一个魂尊 想要在一个强攻系魂胜手里 撑过一炷香 简直就是痴人说梦 宁荣荣 你真的懂战术安排吗 不懂就不要乱说 唐三对宁荣荣的不配合 感到十分不满 看在考核的份上 我会给你们进行辅助 但休想让我按照你的安排 来做宁荣荣冷下脸 竹青 你怎么说 听你的朱竹青 向宁荣荣微微汗手 他也认为宁荣荣的安排 更加靠谱 你 小五气急败坏 你们敢不听我哥的安排 那我们也不要你来辅助了 等等 唐三刚要出言阻止 这怎么能不要辅助 没有辅助怎么打 太妙了 宁荣荣辅长大笑 那我还能省点魂力 宁荣荣 我不是那个意思 我的意思是 我身为控制系浑尸 对战术安排更加合理 唐三皱眉道 谁规定战术 一定要控制系来安排的 宁荣荣不服 商量好了没有 赵无极洪亮的声音传来 四人回身看去 地面上的那根香 已经燃烧到了尽头 老师 可以开始了 代目白向赵无极点了点头 快步退到一旁观战 虽然宁荣荣和唐三 最后也没有达成一致 可赵无极不会再给他们 时间继续协商 赵无极重新站起身 双手互握 活动了一下手腕 令人牙酸的骨骼 爆鸣声一连串响起 无形的压力 顿时更增几分 他手上刚拿出一根香 没等他点燃 宁荣荣已经率先行动起来 酒保转出有琉璃身体 在原地飘然旋转一周 绚丽的酒采光芒 顿时从他体内释放而出 只见在那酒采光芒凝聚之处 宁荣荣右手掌心之中 已经多了一座 尺域高的九层宝塔 宝光闪烁 贵气逼人 宁荣荣整个人看上去 飘然若仙 一黄两子三个魂环 从他脚下升起 围绕在他身体周围 宁荣荣